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可进入购物 我们可以一起为新赛季助力打call 那大家观看直播和购物的同时呢 有请我们的庄老师为您带来本轮对阵 庄老师请 好 谢谢 谢谢小太阳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十轮CBA的对阵的情况 CBA的第一阶段已经迅速的来到了第十轮的比赛 那么在此前下午场的两场比赛当中呢 球州是迎来又一场胜利 他们以112比76大胜苏州肯蒂亚 而山东队这边呢 他们是以107比114败给了山西焚酒股份 看来徐岛和山东队现在的这个压力有点大啊 那么在本轮晚间的两场比赛 我们的周六夜赛重点场次是由广东东管大翼 对阵北京首钢的本赛季首回合金月大战 辽宁和麒麟的这场东北特别呢 也会在我们咪咕视频的另一路的训道信号当中为大家带来 那么在明天上午的11点钟 我们会有四川对阵深圳的一场比赛 同时也会有同期对上广州的较量 在明天下午呢会有青岛对阵天津和广沙对阵宁波的比赛 宁波的这个不胜恐怕还要延续啊 那么上海九市对阵福建 以及新疆伊利王九对上北京控股的比赛 分别会在明天晚上的两个场地先后来进行 是的 非常感谢我们张老师 那么在两队之间呢 前九轮的对战当中 广东队八胜一负 北京队五胜四负 金月大战呢 一直是一场大家夺人眼球的对决了 那么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呢 也为您准备了一段短片 我们一起来看看两队的恩怨情仇 在CBA的赛场上 金月大战永远是一组夺人眼球的对决 两队的每一次交手 都能留下许多经典的画面与故事 比如在上赛季后赛中 广东队在落后19分的情况下 打出绝地反击 最终凭借欧姆斯的准决杀 淘汰了北京队 这场比赛堪称是广东队 第11贯路途上最艰难的战役 本周周六夜赛 两支球队将会迎来本赛季的首次较量 广东队在过去九轮比赛中 取得了八胜一负的战绩 全华般出战的广东队 在过去的比赛中 体现出体能和比赛专注度的问题 好在主力球员始终能够在比赛中 给予球队帮助 兔风之岛也希望在几名主力球员的轮换 以及年轻球员的使用上 找到更加合理的搭配 北京队近期战绩有所起伏 队中的主力球员朱燕熙 李慕豪等接连受到伤病侵袭 这对主教练亚尼斯的排兵不振 带去了极大的困扰 好在近期刘晓宇状态火热 本赛季至今一直能够进攻 组织两手抓 范子明也在本赛季飞速进步 目前依旧是全队得分与篮板的第一人 而随着方数的回归 让北京队在进攻端有了极大的提升 本场同广东队的较量 将会极大考验北京队后卫线的发挥 和以往一样 广东队打快 北京队打慢 一个主攻 一个主手 谁能够掌控以赛的节奏 谁就有机会拿下胜利 欢迎回来 那么在观看直播的同时呢 也希望您可以和我们多多互动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迷姑视频CBA官方粉丝群 却活动精彩分寸 更有神秘好理等您来临 那么想问一下二位老师啊 刚刚看完了这个恩怨情仇的片段之后 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聊的吗 嗯 这两个队在一块永远不缺故事 两支球队在上上个赛季 在半决赛当中相遇 而且从最后比赛的质量来看 那个半决赛其实可能是 相比较总决赛前的竞争 更加激烈的一组对决 而在上个赛季呢 两个队是在季后赛的首轮相遇 广东队凭借最后时刻 威姆斯反击当中 面对范子明的那个抛射绝差 才最终战胜了北京 虽然从两个队上个赛季的情况来看 广东队是五胜零负 但是浩哥两个队的差距 我想没有那么大 对 可以看到广东队 虽然我们说在对战的一个成绩方面 占有绝对的优势 目前到这个赛季 我们可以看到战绩方面的优势 北京队其实并不是那么的轻松 是的 我们说两强相遇啊 两支强队 真正的强队的一种较量 我觉得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两支球队 最大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两支球队最大的共同点 是在于有自己的球队文化 我们说球队强 阵容强或者是阵容弱 但是一直有球队文化的球队 就算它碰到再大的困难 它碰到好像青黄不接 心老交替 但是它这个球队的一个文化在的话 始终这支球队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 所以我相信今天这场比赛 从战绩上阵容上 心态方面 广东队都占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我相信广东队对于这场比赛 它绝对不敢轻敌 确实是不能轻敌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 广东队是以相对轻松的姿态 战胜了苏州肯迪亚 而在北京队这边上一场比赛 他们是经历了双加石 以及比赛中间场地设备维护等等情况 耗时三个半小时将近四个小时 最后还是遗憾地败给了 此前只赢了一场比赛的福建队 对于整个的北京队来说 上一场比赛输给福建之后 球队只赢来了一个三连败 这样的一个三连败 确实对于两支球队 尤其是对于今天北京队的这种赛前的心态 会产生怎样微妙的影响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注 那么我们也看一下 两支球队在上一轮之前的表现 一起来看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 广东队面对苏州肯迪亚 在比赛当中还是让一剑连获得了休息 那么比赛当中很多年轻队员 表现的是不错的 广东队现在其实打球人还是比较多的 是 那目前也没有什么战绩的一种心理压力 那在这种情况下 给阿联多轮休呢 问题不大 其实不光是阿联 就广东队其他的一些队员 也需要做一定的调整 因为他们其实整个夏季也都没有好好谢过 没错 广东队的很多的队员都是在夏天参加了全运会的比赛 全运会两个组别的比赛 那么从整个广东队的队员的情况来看 上一场打福建 原本大家觉得 你就算一年休息 我这个主要队员应该是可以轻松打卡 结果也跟福建打到最后 最后也就赢了六七分而已 上一场对战江苏队的比赛呢 广东队在场上 徐杰打了三十分钟 那么大量的出场时间呢 是留给了像张浩佳 包括第一次打CBA的张明池 包括场上呢 这个打了十五分钟的张浩 打了二十分钟的曾凡日 打了二十四分钟的赵锦阳 三十多分钟的马力克 相比较对战福建那场比赛 这个才是广东队的休息 而反过来 上一场对福建 北京队 这个我觉得是拼到弹军粮绝了 北京队拼是拼啊 但是这一段北京队整体的一个球队的状态 真的是令人比较担心 是的 方硕的回归呢 其实很多球迷都很期待 因为毕竟北京队 我们一直说 他需要一个更多的火力点 需要进攻的更丰富的一个进攻的手段 方硕他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但是回来以后呢 明显的看到又是方硕的自己的本身的状态 和整个球队状态 似乎都在一个最低点 是 所以呢有些时候这个期望越高 可能你的失望也会越大 看方硕两场比赛呢 就是他在和球队的默契度上面 包括看助攻两场都到九次 但是大家看到那个投篮命中率 尤其是上一场打福建队那个投篮命中率 是比较糟糕的 因为说老实话 福建队 确实我们从各关来讲 他真的是一支落队 以北京队的一个实力来说呢 就打福建队问题应该不大 嗯 但是呢这场比赛他们真的是 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北京队是一支比较讲究纪律性的球队 嗯 它呢是拉慢了进攻整个的一个节奏 因为回合数全联盟最低 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失误球24个 是 你一支要掌控节奏的球队 一场比赛你出现了24个失误 那你这个球队等于说 你本身应该有的一种赢球的模式跟特点 你完全没有抓住 没错 在这场比赛里面 北京队的两位国手级的后卫 刘晓宇和方硕 被对面的年轻人黎一阳 一场比赛打完之后抱得大名 一场比赛切你们两国家队后卫切了六七个 这个确实是有点不应该的 对啊 而且你想 福建队其实呢 他本身的这个表现来讲 他不是那么稳定 但由于北京队的失误球那么多 福建他利用北京队的失误球 他得了29分 是 你想就是本来来讲 北京队他是一个半场防守能力特别强的球队 当一旦进入半场 你别说福建队 很有可能你现在就是火力最旺的广东队也好 或者是上海队也好 你跟北京队去比平这个半场的攻坚战 你可能的进攻都会受到很大的一个阻碍 但是你失误球让福建队 你的失误直接造成让福建队得到29分 那这个比赛打到最后你输球 真愿不得别人 愿不得别人 你自己本身的问题太大了 是的 今天的这场比赛 距离北京队的上一场比赛 其实时间相隔非常短 也不过是两天而已 对于整个北京队 他的这些核心队员 打了那么长时间的比赛以后 今天能不能恢复过来 我觉得对此我们都多少有些担心 因为北京队 所以从他的整体的年龄阶级过程上面来说 你翟小川和方硕这两个队员 其实是生育复出的 而像刘晓宇这些都是30岁以上的老将 我们来看这是目前CBA的积分榜的情况 绸州在今天下午赢球之后 他们已经率先来到了九胜 他们的身后是广煞和辽宁 目前都是八胜 广东也是八胜 上海九世在近击以一波五连胜 成功的杀到了积分榜的第五名 他们的身边是同样三连胜的深圳马可波罗 而山西在今天下午赢下了一场非常非常要劲的比赛 赢了山东之后 现在也是来到七胜 那么再往下我们可以看到广州队目前六胜 北京守刚和他的同城兄弟北京控股 目前都是五胜四负 而北京队现在是三连败 这个比赛今天我们看能不能止住连败 再往下五胜五负的山东队 以及三胜的吉林 新疆 两胜的天津 四川 青岛 福建和苏州 以及目前仅有一胜的南京同期 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宁波永兴证券 本赛季目前零胜九负 今天的这场比赛 其实我们在前边我们和浩哥也专门说了 这个北京队他是一个打有准备之长 非常强的 就是他可能一整个赛季呢 受限于他现在球队里面伤病啊 年龄结构啊 外源的到位啊 多种多样的原因 他可能一个赛季可能胜率 他没有办法保持在前四 但是你让他专门准备一场比赛 他可以准备的非常好 本赛季和上海队的首次相遇 那场比赛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广东队来说 能否把比赛的节奏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是他们取胜的关键 而要掌握比赛的节奏 毫无疑问 这个球要在后卫的手里 今天我们也想看一看 广东队的后卫群啊 今天赵锐 胡明轩 徐杰 对上对面的方硕 刘小宇 这个表现会怎么样 说到胡明轩了 这个胡明轩在我们CBA 是人气最高的运动员之一 这个很多的 很多的女孩子看球 最爱看胡明轩 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小太亚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就因为帅吗 可能我也不太清楚 喜欢胡明轩的原因吧 但我相信观看直播的朋友们 应该有很多女生粉丝们 会喜欢胡明轩 那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会比较欣赵锐 对 因为其实广东三少 大家也都非常的明白 有不同的打法 这三个人之间 那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赵锐的打法 对 比较有憧憬 我能体会出小太阳的这个审美的口味 对吧 他喜欢赵锐这种 看上去更man一点 对吧 就是应该说性格比较张扬一些 更活泼一点 对吧 活泼一些 或者是甚至于就是说 有一点那种 就是比较有性格的那种 男生吧 胡明轩呢 看上去又 胡椒仔 乖乖的 但是我一直觉得 很清秀 胡明轩虽然长得很清秀 乖乖仔 但是其实他打球非常的凶狠 打球很狠 千万别被他这个外星所欺骗了 广东队的这个三个后卫 黑白矮 这三位老兄 在场上的风格都是 有一点是一样 他们的特点各有不一样 但有一点是一样 非常的硬 非常拼 从这个人高马大的赵锐 到看上去比较瘦小的徐杰 再到长得白白净净的 看上去完全没有任何这个攻击力 伤害性的胡明轩在场上 哎呦 那个比赛风格 看球的朋友其实都知道 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要关注的 当然不只是胡明轩 对于整个广东队来说 他们能够把比赛的节奏 掌握在自己手里面 也要看他们今天能否把 他们面对北京队以往 常用的这个 风线高度的优势 今天能够用出来 因为北京队以往呢 他们其实在风线上面 和对手相比的时候 他的人员的储备 除了贾小川以外 其他队员的三号位的 这个高度跟对面相比 是没有太多的便宜的 对因为广东队 我们说多惯啊 其实他在风线方面的 一个优势是很明显的 那我们说老将周棚 当然有外援的时候 威姆斯 就是他攻坚战的能力特别强 就是打不开局面了 他打点战术 他用这个点的优势来 撕破你的防守 这个广东队也非常会 利用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北京队对这个比赛 我相信他们也做 充分的准备了 因为太了解了 就你的特点 跟我的特点 其实说两支球队的这种 打球的这种方式啊 其实是互克 就看谁能够发挥这种特点 当然我们说所谓的一种 互相克制的这种打法来讲 还要建立在整个球队的 状态和实力上面 那今天我相信对于广东队来说呢 不会轻易的去轻看对手 而是更多的应该是 虽然他们在本层的速度 跟进攻的火力方面 在有很大的优势 但是广东队其实 如果把防守做好 其实就不需要 太多的去担心进攻了 这个我们说 在进攻当中 每支队伍呢 往往都是打自己的特点 每场比赛要做的针对性 最多的一个板块 浩哥应该是在防守上 那么今天 对于广东队来说 今天在防守上面 因为对方在过去几场比赛当中 他的进攻上面面对 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打福建 两个加持 其实得110分 今年在之前 你打这个浙江队 你只得70多分 平均的分也就在90分不到 你上一场拉到110 你才上90 你没有那个110 对吧 你可能还90 也就90左右吧 对吧 这样的一场比赛的话 对于整个的广东队来说 今天我们看看 他们会把他们的防守 重点放在哪儿 之前上海的两场比赛 我看打北京 防守重点的 第一场吃刘晓宇的亏 这个第二场比赛 防刘晓宇防得不错之后 这个效果应该是非常不错 我们也看一下 广东队的几个焦点球员 在这个赛季 之前比赛当中 带给我们的一些画面 在今年的比赛当中 你像胡明轩 他的场均到15分 在进攻上面 广东队 我们要找他的这个 绝对核心 绝对尖刀浩哥 我觉得他是一个你很难说谁是他的进攻当中最主要的队员 广东队他们是看菜吃饭 是 就是他可以去观察他的对手的阵容去立马执行在场上我应该用什么方式用哪个点来攻 这一点呢也确实广东队这么多年他能够屹立不倒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本身球队的这个阵容非常的平均 得分的手段也特别多 可以从场面上可以看到利用周棚的点进攻 也没问题 利用后卫的带动 也没有问题 当然阿联在的时候 阿联健康的时候 阿联本身这个点就有很强的牵制力 没错 当然现在阿联的一个状况来讲 更多的可能它是一种 侧影跟拉开空间 是 是吧 更多的还是靠 三后卫 或者是周棚的这个点的一个优势去攻 那他在本身的进攻方面的一个多变性 也使得你的防守难度会更大一些 今天既要关注周棚 也关注到任俊飞 任俊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进攻里面是广东队想要打开局面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激动点 往往会被忽略 往往会被忽略 但是他的事实的出现 当然我们说有阿联在任俊飞更好打 阿联不在 他可能面对的困难会大一些 但是他由于在这个球队 这个时间这么长了 教练也怎么懂得用他 队友也知道他的一个特点 所以任俊飞在很多时候 当你防守重点 被其他的点吸引的时候 任俊飞很容易出现更好的机会 而且他打球的球伤确实非常高 确实是这样 今天在广东队这边 他们所能打的都是名牌 而对于整个北京队来说 作为过去的九轮比赛状态上 不如自己竞争对手的一方 他们今天要打的就不是名牌了 今天他们要看的是 谁能够把自己的状态 先调动出来 今天在场上 如果让两个队 浩哥让你来选这个优势队位的话 你觉得北京队哪个位置上面 相对是有优势的 说实在话 北京队面对广东队的一个优势 这个真的 从目前来看 真的是比较难的 可能范子明和李宝涛在高度上 但是你说内线今天阿联报名了 今天阿联也报名 阿联也报名 广东队现在内线也是人才忌忌 那对北京队来说 你要说硬要找出一个点 通过一个点 去打出优势来的话 我认为还是比较困难的 而北京队更多的我们说 在亚尼斯整个进攻战术体系里面 更多的是 后卫的发动 从挡拆 外线的跑动 创造机会 打出空间来以后 再发挥在内线的一个优势 而在北京队这个赛季 打的最大的问题不好的地方 就是在于 他外线始终不开 外线的命中率 其实很多球队碰到北京队也是一样 就是说 既然你不能够快 我防的时候 我更多的去卡你外线 我不让你三分发挥 北京队现在三分的出手术 三分的投手术 全都在全民排垫底 所以你一旦你的外线火力 不能够提供支援的话 那你内线的优势 有些时候很难 因为内线我们说范子明也好 就李牧豪也好 他其实缺乏的是 持球被篮进攻的能力 主动进攻 主动进攻能力不够 他要靠外线去带动 那带动的时候 如果一旦外线没有火力支援 他内外结合的问题 就会出现一些断层 打得很单调 很僵 其实北京的进攻就是单调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球迷都期待 就是说林苏豪能够快点回来 因为林苏豪在进攻端 他的带动能力非常强 而且他本身这个点 破坏力很强 造犯规 突分 或者是经过挡菜以后 形成一种多打扫 他这方面的能力特别强 当然方硕也有这个能力 所以说方硕 面对广东队今天这种防守 其实我们很期待于今天 方硕他能够把自己的整个竞技状态 能够激发出来 方硕今天这个比赛也打第三场了 前面两场下来 上一场得分上去了 但是在整个进攻效率上面 显得还不是很高效 我们一直开玩笑说 方硕叫方超巨 我们说CBA的超巨守门员 就是你如果达不到方硕那个水平 你绝对也就是一普通明星 不是一全明星 不是一超级明星 但是方硕在场上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的关键场次有时候表现得很好 但是就像上一场比赛 打福建队关键期 罚球没罚进去 你这个比赛被带到架石 最后球输掉 这个就是方硕有时候 面对的这种不稳定的一个问题 而这种不稳定 因为他在休赛期的这个手术 因为他受困于北京队之前的成绩压力 而选择可能提前的这种付出 被放大了 其实不仅是方硕是伤益付出 这个赛期 翟小川也是从膝关节的伤病当中 伤益付出 两个队员其实都很不容易 对 其实包括那些李木豪也有伤 是 那对北京队来说呢 战绩呢又有这么大的压力 只是希望北京队不要 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这个球员呢又没有完全恢复 但是 介于这个战绩的压力又强行付出 但是付出以后呢 又打不出好的一个状态 是 接着又输球 这个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麻烦 以目前北京队的规划来看呢 林树豪应该不会在第一阶段报名 他应该是会让林树豪以相对稳妥和更好的身体状态的面貌 出现在第二阶段 也就是12月底的比赛当中 对于整个的北京队而言 他们现在 暂时第一阶段没有援兵了 能用的牌已经全部都出来了 今天这场比赛对广东 就是看赛前雅宁斯教练 怎么准备 怎么样像以往对广东 或者说像上个赛季 季后赛那场比赛对广东那样 把比赛尽量用自己的节奏 让广东难受 对 又咬住比分 你咬住对手 你才能够抓住赢球的机会 如果你一旦对于比赛的掌控一失控 那广东的特点发挥 造成你本身在速度方面跟不上的话 其实你的落点会无限的放大 那这个很有可能比赛会被打花 但是你如果咬住广东的话 你把比赛拖到非常胶着的一个状态 大家打肉搏子 就搅到一块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北京队来讲 他们非常会善于打这种比赛 就让你难受 虽然我也打不顺 但是我让你难受 但是对于北京队来说 你光跟广东队比拼 防守又不行 因为广东本身的进攻能力还是很强的 所以我一直有这个论点 就是北京队你要打出自己的特点 特别是碰到广东那种球队 就是你今天进攻 还是要有一些更好 甚至于要有一些超水准的发挥 类似于我们说北京队 那场比赛打上海队 他确实进攻是发挥的非常好 有点超水准 打广东需要这样的一个发挥 如果打广东 你如果进攻端不能够撕开广东的防线 你不能够创造出更好的一些得分机会 你的运动率越低 你的进攻效率越低 那你要掌控比赛难度会越来越大 所以今天北京队呢 我们也希望就是看到他能够有更多的进攻点 其实北京队要能得分球员还是有不是没有 关键是球员 对就是包括雷蒙啊 对吧 包括这个刘晓宇啊 包括现在方索又回来 那你如何在这些球员的一个进攻方面 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空间 比如说让外线朱延熙啊 都能够出现一些投篮的机会 包括王小辉也是一样 外线三分运动率也是可以的 关键是他出不来好机会 你运动率自然就低 就要看今天北京队是否能够在进攻端 能够有一些超水准的发挥 从而去带动他们的半场防守 把整个的比赛节奏掌控住 这样的话这个比赛才有得打 是这样的 今天这场比赛 北京队在场上想要迎球 要是可能掌握在几个球员手中 其中一位就是我们在之前比赛里面 可能大家有时候会稍稍忽视的 原81队的队长雷蒙 他在场上他可以对上对面 具有身高优势的封线群 同时他在场上有时候不为大家 所熟悉和提前准备的进攻能力 也是能够帮助到北京队的 此刻在场边 密鼓视频前方的特派记者丁丁 丁晓晴已经请来了雷蒙 站在场地边 我们一起来听听两位在场边 给我们带来怎样最新鲜的资讯 有请 好的主持人 那我们现场都是请到了 北京队的球员雷蒙雷蒙你好 那上一场是打了双驾驶之后 咱们在这个心态上和这个体能 上市做了怎么样的调整 还是忘掉上场的事情 然后在这场积极做好对广东的准备 那前五场比赛 包括这一场都是一天一场 休息一天然后打一场比赛 这样的一个节奏会让我们进入一个疲劳期吗 可能会有一点 但是我觉得只要是比赛 就肯定上场就要全力以赴 不管是否疲劳 大家都肯定会用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比赛 那今天晚上这场焦点站面对广东 咱们做了怎么样的布置和准备呢 就是还是说按照根据对方的球员特点 然后还有球队的风格 然后我们去做针对性的一些布置 然后还是希望能够按照赛前教练的布置 打好这场比赛吧 所以自己来说 相比上赛季跟广东教授今年这场比赛 自己有怎么样期待和要求呢 没什么太大的期待 因为广东队一直都是比较就是这个气质 各方面他们的怎么说状态吧 对于也是非常不错 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全力以赴去拼嘛 然后也没有什么可以想的 多想的 好感谢继续我们采访 其实刚才跟雷蒙的聊天过程中呢 也是看到他们队的 在这个经历了上一个两个加持的比赛之后呢 全队也是需要更快的来调整好自己的体能和心理状态 来面对广东的挑战 而我们在今天赛前呢 也是看到了李木豪的一个代商出战 也是希望北京队这边能够做好一切的准备 而在我身后现在正在热身的广东队这边呢 我们是看到了意见连 重新回到了12人名单当中 与此同时 在上一场首秀并且有不错表现的张明石 也是被杜导继续地留在了这个出场名单当中 对于北京队来说 张明石可能是一个X因素呢 如何去限制他 或者说这样的新人加入 对于广东队又能够继续起到怎样的化学反应呢 我们也将在比赛上通过场上的一些表现来得到答案了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接下来把时间交换给颜博士 谢谢 谢谢丁丁在前方和联盟一起给我们带回最新的报道 辛苦了 期待今天晚上能够有精彩的比赛带给大家 今天这场比赛吸引了所有喜欢篮球的朋友的关注 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 小天上如果让你来期待比赛的内容 你会期待一场怎么样的比赛 我觉得应该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比赛 因为北京队是以防守主称的 那么广东队也是快攻很强的一个球队 所以这两支队伍今天晚上的比赛呢 应该会非常的激烈 那么非常感谢二位老师 大家观看直播的同时呢 跟大家提醒一个新技能 是的 上我们看CBN 要上咪咕视频 多屏同看解锁 观赛新体验 比赛开始之后呢 您的直播画面下方会出现一个全部直播按钮 点击它 选择多视角切换 通过小框左上角的加号 开启多屏同看模式 一边看比赛直播 一边想明星机位和VR黑科技 那么我们今天的明星机位呢 是赵瑞和杜峰 大家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 我们最多呢能够添加三路视角 大家可以比赛之后可以可以试试 那么我们一起走进比赛吧 我真的咋硬 我们看到这是今天广东队的报名的名单 刚才小太阳也跟我们在直播之前也期待了 包括丁丁在场边也跟我们介绍了 今天广东队这边张明驰留在12人名单里面 同时阿联在时隔两场之后再次回到12人名单 镜头对准翟小川 北京队的上一场比赛拼得够凶 而广东队的大量运动员呢 我们在前面跟大家介绍了 除了主要队员里面 除了徐杰打了30分钟以上以外呢 其他队员都是十几分钟的一个半热身的一个节奏 这样的一个比赛节奏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负担不会非常非常重 今天的北京队李木豪也是重新回到了比赛的名单当中 李木豪和范子明两个人同时在上面 这是今年亚尼斯会用的一个双高的阵容 但这个双高阵容对广东他会不会用 浩哥我觉得存疑 因为这个双高会影响球队的退守 很担心 双高可能进攻端在禁区跟篮板球方面会占优势 但是双人见 是 亚尼斯这位教练呢 对球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他对球队的一个纪律性要求非常的严 是 球员如果都能够达到他的要求的话 我相信这名教练 他是有信心跟联盟里面任何一支球队来抗衡的 是 但是球员的状态有些时候也不在你掌控之内 有的时候你教练员也不能够兼顾到场上所有的风方面面 一剑连 张明慈 张明慈今天让他报名啊 就是对于他的一种鼓励啊 是 欢迎马进阅黄智彤 OK 接下来请全席起立 面向国籍 走向中华人共和国 国歌 中华人共和国歌 都不在一起 中华人共和国歌 都不在一起 中华人共和国歌 谢谢 双方运动员相互之地 镜头队长阿联 阿联是在战胜北京的系列赛之后 总决赛对阵辽宁的那个系列赛 拼到跟剑断裂 时隔两个赛季 再次和北京队交手 想必是唏嘘万千 镜头对准范子明 范子明是本赛季北京队的首席得分手 场均超过18分 今天阎老师也复出了 阎老师在之前比赛当中 是拉伤了自己的小腿肌肉 这个恢复挺快 恢复挺快 年轻还是年轻 这个之前也在说 我们的裁判员在体测的时候 出现状况一个问题 当时还有其他朋友说 说阎君老师这个应该没问题 阎君老师这体格棒棒 他体测绝对没问题 他一个强度大也架不住得受伤 那是那是 就是我们看阎老师这体格 包括上海的胡锡老师 那个体格 哎呦身体特别棒 这个一看就平时没少花时间在健身房里 这裁判员的形象其实也挺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周鹏 赵瑞 翟小川 这是几位国家队的选手 刘小雨 这两个队 这两个队里头的国手太多了 太多 星光璀璨 星光璀璨 其实互相之间也很了解对手的技术特点 是 那在场上要更多的一种我们说是应变 更多的是一种就算你了解我 但是呢我在阅读你的情况下 我也同样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一个特点 是 当然这种特点我们说就有从小的方面来讲 是一对一的 从大的方面来讲 互相之间的战术方面的一个针对性 是 教练的部署 其实从北京队来说呢 刚才我们都看到就是说北京队整体的一个阵容 就是说他进攻端 其实是需要有更多有自主进攻的球员 是 所谓的自主进攻 他不见得出 上来我一定要去出手要得分 但是每一个拳都必须都要有威胁性 就是我至少要能够影响你的防守 对 不能我拿到球员你再来看 形成你的斜防 形成你的补防 是 北京队果然是用双高签发 李木豪 范子明 雷蒙 翟小川 刘小宇 哇 这身高太高了 广东队张浩佳 周鹏 易建连 赵瑞 徐杰 今天没有用任俊飞首发 用任俊飞和胡明轩去打第二阵容 所以呢 亚尼斯这个教练员的一个执教风格 嗯 就是他不会想要在比赛一开始 就是我是处于一个被动 因为你的阵容我来被动 是 而他首先想我到底的优势在什么里 我首先去发挥自己的优势 这是他执教的一种风格 抢先手 抢先手 那当然这种抢先手来说 球员的执行力非常重要 嗯 因为你的球员执行力必须 因为你知道自己自比嘛 我肯定明白 就是说我用这个阵容 我的优势在哪 但是我的问题在哪 是 那我这个问题是否用 赛线所部署好的一些方式 我能够去解决我的问题 嗯 至少能够把我的问题能够尽可能避免 或者是减少到最小的一种 暴露给对手 是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今天北京队这个开局 打了怎么样 易建连在本赛季初战三场 在之前对阵仇州的那场比赛当中 呃 他也打了 但是打的时间不多 那么在接下来的下一场比赛 整个人是有不错的发挥 包括赛季开局对阵深圳队的那场比赛 他也有不错的发挥 但从整体上来说呢 阿联还是受到他的年龄和伤病康复的限制 他对于比赛的干预呢 有限 尤其是在时间上面的原因 导致这种干预 他的时间有效性 而且我认为杜丰之老并没有在战术的不足 不足方面让他承担太大的压力 是 不需要 是 慢慢来吧 对 比赛开始了 各位我们一起在咪咕视频和中国移动摩摆盒 为您带来的CBA本赛季常规赛第十轮这场 今月大战当中来关注比赛 好球 这个赛数配合打的没话说 非常经典 就是我们说第一个回合 跳完球以后就是我有把握跳到球 我这第一波进攻我要打什么赞数 五个人思想完全统一的 是 打到一个被掩护给阿联打篮下 刘晓宇 招小川 正面三分 这是栏目球的优势 李慕豪 这是双塔的优势 李慕豪在蓝体那么深的位置没攻 延误完之后就换防 两个进攻都落到正面 招小川投三分球 这两个三分球都不是空位机会 机会并不是太好 嗯 雷蒙 防得不错 好的 进攻还剩4秒 别犯规啊 这球吹了进攻犯规赵锐的犯规 这球吹进攻犯规问题不大 当然对赵锐来说呢这球他肯定要去处理的因为进攻时间不够 是 而雷蒙的本身的防守的站位啊还是选择的不错 赵锐这球他是主动的用左边的肩膀去撞击了雷蒙 是 雷蒙没有这个接触的动作 徐杰今天上来谈一谈刘晓宇 两队队中的运动员非常熟悉 刘晓宇的职业生涯正是在广东开启 范晓宇你看就是北京队呢都知道你这个场上打第二高度 你有优势对吧 你场上对面广东队你只有一个一键连是两米十以上队员 我有两个 但是你怎么样把球攻到你这第二个有优势的队员手上 对 北京队这一点呢想很多办法 而广东也知道你要这么打 如果说我们说北京队两大内线啊 我们说双塔 嗯 他没有在很深的位置拿到球的话 他们要去个人进攻并不是他们的优势 是 所以呢北京队还是更多的你看从后卫去发动 高位挡猜 上下高低位广东队手连防了 但是这个防守变化了 李木豪 好球 范子明啊 处理的不错 这球周棚的防守撑的太大了 范子明呢 他相比较李木豪 他的穿插得分的能力更强一些 这球赵锐传的力量太大了 刘潇宇 刘潇宇 好啊 这一下呢接球之后起步离篮筐太远了 而且张浩佳本身的这个防守三维欧 阿联这个球 好球 是对阿联来讲 我觉得他做动作是优着点啊 优着点啊 他自己也是收着 他就是那个第一场打深圳那个太拼了 那个动作做的太高基层了 打深圳这个杜峰主 阿联他上场时间有点过长 太长了啊 太长了 还是联防 雷盟啊 这个机会其实是出来了 对 这球其实广东队的防守他没到位 嗯 今天北京队比对面高这么多 广东队这个转弯进攻 现在除了刚才阿联打一个 其他还没打出来 赵锐厉害 嗯 这个转身行云牛损 赵锐在我们说联盟里面后卫啊 他攻击篮框的能力 现在真的是排得上好 是 广东队一个胡鸣圈一个赵锐 等于两杆枪打人 嗯 他就是说换一个赵锐下去 他还有有一个通缉力的 我还有一个点 是 我们看这个时候 范子民和李沫豪尴尬的位置来了 对对 他们俩不具备空间的进攻能力 所以广东队马上守联防 就是我们的这些年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这种成功的双塔 我们国内的 这个姚明和易建联 或者姚明和王志志 阿联和王志志 都是有这种空间的能力 包括姚明自己能投篮 对吧 美国的 你不管是加索尔和拜纳姆 还是这个 再往前属 邓肯和罗宾逊 邓肯是有空间能力 对吧 罗宾逊是机动型的 罗宾逊的速度最快的那些球员 是 所以说你这个像 北京队现在两个纯武队员 占一个双塔 真的很少见 对 不错 李木豪刚才这下中距离投篮 有了 本来准备换秋天上的 策略换了 李木豪进球以后 秋天下了 秋天下 上珠希 上珠希 这篮球是完全完全没问题 都在北京队自己手 对 到了阵地防守 北京队把篮球控制住 应该是要有这个优势的 是 特别是双塔在场上的时候 你让李木豪都得这么攻 对 这他很难 李木豪刚才虽然是一个中级投篮投进了 嗯 这球应该是进攻犯规 中央裁判吹的张浩佳 也是一个陈坚 今天我们在现场在找北京队的总经理秦总 这个之前朋友开玩笑说 这个秦总到了赛区以后啊 北京队暂时还没赢过 但是这个玄学是没有道理的啊 这个没道理的 这个球队输球总经理不背锅啊 应该阿联下去歇会儿 阿联歇会儿 那这个其实这个比赛呢 其实我们说这个就是让阿联就说主要是对阿联的一个设计呢 就是你恢复对吧 是以赛带练 刘小宇来了 北京队这个进攻打的节奏感还是非常好 突破传入侧再转 因为现在等于说是一大四小了 北京队啊 就说双塔下来了 双塔下 珠希的能够拉开空间 是 好球 世界真的很坚决 杜小宇和雷盟做掩护 广东的一看北京队换人以后呢 变定人了 北京队这个命中率还是 可以说打到现在这命中率还是可以的 他的挡拆 现在尤其是做这种 位置力量框比较近的挡拆 横拆 拆开 往两边弹 不往篮上走 对抗之后张浩佳找不到框了 突破机会倒是选择挺好 估计一会儿还得上人俊飞 进攻篮板球 范子明 相比较李木豪呢 范子明更年轻 整个身体的状态更好一些 跑动能力也更强一些 再看 范子明因中距离的跳投的把握性 确实是不错 范子明当初广东也想引进他 但是最终是广东的呼声很高 但他却低调的去了北京队 我相信范子明选择北京队 关键是在于他在北京队战术地位 是 广东队当然这么强的球队 广东队整个球队氛围也非常好 但是从他个人的发展来讲 到北京队等于说他等于说是北京队内线最重要的一个球员 但到广东队你说 你说你要成为一个核心那就比较困难 广东队的整个的格局上面 他有三个很优秀的后卫 有两个非常成熟的前锋 你说给范子明来做战术核心 现在好像可能性不大 可能性不大 这个球是吹了无球的犯规 这边王潇辉也上了 广东队今天打的真挺有意思 到现在胡明轩没上 先上王兴凯 上王兴凯 然后任君飞上了吗 还没上 没有 三号家现在等于说 刚上任君飞刚上 任君飞刚上 刚刚上 其实之前是三号家应该说是要打到四号位 他现在任君飞换是换周鹏 都没换张晓佳 徐杰 北京队准备上方硕 但是从整体来看 前六分钟刘小宇打的不错 范子明 可以 赵孝川 打到现在北京这个进攻 苏里的还是不错 是 特别是我们说这个双塔 下去一塔以后 北京队打的比较活 空间来的比较开 再看 赵孝川这球上的时候 其实知道苏维往这一站 我这球不一定能打进 但我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造你犯规 小川他上篮内下的狠劲绝对够 嗯 北京队如果有这样的成功率啊 广东队的这个工作转换速度拉不起来 那这个比赛呢 对北京队来讲 这种方式是比较更加有利的 北京队换上方硕 之前有朋友戏称这个方硕一上场刘小宇就不会打球 小宇呢 有时候 有时候在场上他就是方硕一来 包括舒豪一来 他有时候会觉得这个戏份上面 他会把这个戏份让出去 其实我一直认为 小宇对北京队的阵容来讲 嗯 非常重要 就不管方硕跟林舒豪打不打 不打 他作用也是很重要 因为他要把整个球队捏起来 把整个球队串联起来 是 他们两个人打的话 二套阵容里面 或者是在林舒豪被包夹的时候 他是否能够帮助整个球队 把这个球再重新串联起来 或者是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得分 嗯 跟助攻传球 把北京队的进攻再带起来 这也是个关键点 是 开始打全场了啊 打全场了 这就是广东队想尽一些办法 要把比赛节奏带起来 今天 胡明轩到现在还没上我 嗯 在活动了 在层边 嗯 哦 刘小宇 转出来 方硕 黄小辉 时间不多了 长两分 其实方硕刚才那球应该投篮了 机会更好啊 虽然这个球小宇传了一个半到位 但是其实空间是有的 王兴凯 被干扰到 对 这球王兴凯的出手有点急 好球 好球 嗯 这球王小辉 跑的时间非常的好 虚洁的防守 稍稍是有点思想不及中 是 主攻术上面北京队6个广东队呢3个 好大 哎呦 又苏伟这球低下怎么没打进啊 刷篮板 哈哈哈哈 嗨 徐杰一主攻徐杰气坏了 这球徐杰传的够巧妙啊 没话说 绝对也够巧妙 长距离基地 好球利用自己的灵活性机动性打张浩家 真是我们看番子明呢他其实喜欢高位去做挡拆 哎 所以在北京队你看他整个在我们说45度以下整个三秒区啊 他的空间特别的大 是 所以广东的防守还是要做好 到现在为止 广东队让北京队的得分效率太高了 哎 哎徐杰这个球呢传任俊飞任俊飞这个球是往罚球线走了 但徐杰传是传了往外撤的这个位置 再看刚才刘小雨 全都是上线 内线根本没人完全是控出来的一个大空囊 打了两个了啊算上刚才这个是第三个 你看又是三秒区你看对 现在全部的进攻得分都在这三秒区里面 是 而且不是说一定是范子明啊 都是外线穿插队员 哎穿插进去打的 卓妍熙啊 内外结合了 这个空间感觉出来了 是 这就是北京队的内外结合 因为现在整个的一个比赛节奏 广东队的防守强度没上去 嗯 北京队进攻打的特别舒服 是 跑动 传球 内外结合都有了 赵瑞 突破 这下差一点 严玉祥 方说好球 哎 这下范子明没打进啊 这球应该好像是被干扰了一些 被干扰到 刚才这下张明驰啊 张明驰个高啊 是 你看啊就是杜峰知道啊 他这个培养年轻球员啊 真的你不能不说 就是说有些时候他说 我们说给年轻球员机会啊 嗯 那有些 给年轻球员机会呢 是这个比赛已经是四负一分 嗯 说垃圾时间让年轻球员上去打 杜峰知道呢 他在比赛过程中间他去培养年轻球员 是 这个培养起来的价值就不一样了 这种会让运动员就是大家有这种 刚刚进到职场的这些朋友 会有这个感受 大领导过来 关键期 萌萌 你顶一下这个 知语之恩那感觉 包括上去之后的 这种对于比赛的这种收回 对 所以球员如果说做好准备的话 当给他出了这种机会 他能够打好的话 对于他的自信心来讲是很有 帮助 对球队的认同感 对 因为我相信就广东队的这些年轻球员 训练质量 其实你根本都不用去担心的 是的 就看比赛中间 他是否能够把训练水平发挥出来 现在呢 北京队 夏范子明 尚李莫豪 又一个篮球 广东队的篮板球是 全联盟第三啊 北京队 他的防守篮板是第一的 是 所以你的篮板就抓不下来 你速度怎么发挥 这个比较成问题了啊 看看 张浩佳 哎 张浩佳的身体是真棒 真不错 张浩佳在场上 他其实整个打球的作风挺冷的 挺硬的 我觉得身体真好 是 防守 ani 方超炬 晋红篮板球 自己球没保护好 没保护好 李莫豪 整体感觉这个潇对她还是有点影响 就说她在做动作的时候 似乎就是说做不完整 做完 跳那一下下来之后 整个人这个感觉需要再调整 不能够连续做第二个动作 再看 对吧 第一下下来之后你看 对 他不敢第一时间上 这种工作转换速度出来的话 那就绝对是广东队的优势了 所以亚尼斯赶紧叫暂停 这个刹车赶紧要踩 打广东队这脚刹车 你要是踩不住 那一脚下去就十几分 以北京队的得分能力 想填十几分是很困难 所以像今天在前面浩哥一上来说的 北京队的比赛 你要赢必须咬住 北京队的比赛 今天的徐杰在场上拿了七分 对面这边刘小宇今天的表现也很不错 上来得到五分 还有三个助攻 滑了 滑了 场地上有水 暂停回来又来个失误 赵瑞这球 也是刷一进攻篮板 最后那下我觉得操作好像起跳反而没用劲 对 这球也是个意外 虽然是一次失误 但这球确实是由于地滑 这两天气候比较超湿 可能这个场地上会有这个 昨天我看比赛 昨天的场地也非常的滑 我们现场的志愿者 要在场上多注意这个细节 好球 田宇祥 田宇祥的个人进攻是很折移 但是我觉得田宇祥他还是 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他一定要有威胁 是 他有时候 他尤其今年刚上来 有时候打一些球呢 全是安全球 上来我是突破我也不下罚球键 我觉得他不要太过球安全 有些时候你要去冒点险 是 当然不是乱打 看出机会 你要攻的时候 你一定要坚决 方硕 我家真有劲 方硕跟他一对抗球没了 大连 再次登场 要一个三分 没有 第一节比赛还有27秒 今天的广东队被对手带到 现在只得21分 至少从第一节 北京队的策略成功了 是 广东队节奏没带起来 而且要不是刚才 王潇辉那个失误 对吧 摔倒 广东队现在得不上 20分 赵瑞犯规 北京队的进攻第一节 出乎意料的顺 是 内外都有 虽然一开始用双塔呢 双塔的优势并没有太多的体现出来 但是后面我们说换人以后啊 拉开空间 内外结合 北京队的进攻几乎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 是 所以在第一节 北京队的命中率非常的高 以这种命中率来讲呢 当然刚才有两个失误 如果说这种球再能够减少这种无谓的失误的话 那整体的一个比赛节奏 北京队就掌控得非常棒 北京队到目前为止呢 今天场上 至少我没有说我进攻出现太多的问题 让你打大量的反击 这一点上做的是不错的 北京队没有勉强进攻 没有勉强进攻 没有不合理的进攻 对吧 5秒 阿联 打王肖辉 慢三步 最后这一下 进攻篮球拿到 但是呢 没有来得及完成二次进攻 21比23 首节比赛 目前在联盟当中排在并列第一的广东东广大翼 落后北京首钢两分 这就是金月德比 他必然带来的质量 王肖辉刚才防阿联这一下 防内非常有经验 逼我不跳 你这个位置你突破我呢 我保证我的这个位置 我这个在你这个运球的线路上面 你没有办法那么舒服的 完成这个起三步的动力 而且阿联回来之后 他的这个爆发力上面 还没有完全恢复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截止到目前为止 第一节的数据统计 在场上北京队领先两分 他们的篮板球和广东队打合 在助攻次数上面 比广东队还多出了一倍 看球的时候 欢迎大家上咪咕视频 看CPA多屏同看 解锁观赛新体验 比赛开始后 点击直播页面下方的 全部直播按钮 选择多视角切换 通过小框左上角的加号 我们一起可以开启 多屏同看模式 边看比赛直播 边想明星机位和VR黑科技 最多我们可以同时添加 三路视角 赶快来试一试 我们今天的明星视角 分别是赵锐和杜峰 汉子铭在今天的第一节比赛里面上来 起到了 我觉得起到了策略上的这种作用 对吧 破坏了广东队的防守 高效 他打球积极 挡菜多 篮板球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他挡菜以后的跟进 挡菜以后的拉开的中继投篮 广东队的防守还要上一个等级 是 我都说了广东队要打出节奏 最重要一条还是要做好 他自己的一个防守 他的进攻火力 其实不用担心 速度也不用担心 但是如果说你每一次让北京队都能够合理的去处理球 让北京队都能够有很高的成功率打进的话 那你都在半场攻肩战 这个就对广东队来说 他整个的进攻就会显得相当的困难 广东队这一节现在上张浩 上曾凡日 但是今天到现在 胡明轩一秒钟都没有打过 所以胡明轩到底今天杜志导对他的一个安排是什么 因为不太可能一个重要的球员你说整个一节比赛不打 那是不是有可能今天这样比赛 虽然是报名 但是轮休吗 应该不会 如果轮休的话 那就是不报名了 是 因为广东队不是没有其他可以报名的运动员 他还有曾凡日 还有像张简阳 马力克 多的是可以报名的运动员 对不起 还有这个阿杜 阿杜 还可以报 对 看看 外线三分 好的 这就是我们说张浩佳他投篮的动作其实挺简练的 他拿球几乎就一个炮架子就在上面拿着了 是 这球周鹏他在低位形成一种第三高度的一个高度优势 好球 李木豪真的是高啊 最后这一下扣的时候感觉整个人身体已经有点往下落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京队呢 你看 朱延熙打的就是这个球 朱延熙呢 他挡猜往外一拉 他主要的在于他的外线投篮能够把你的防守给掉出来 是 是吧 这个掉出来以后 他跟李木豪之间的这个传球的路线 就显得非常的清晰 因为两个人扑出来打内线 是 所以我们说我还那句话 现在就北京队他的进攻都在自己的节奏上 就是我要打成配合都能够跑到位 嗯 传球都能够跑传到位 是 所以广东队的防守还是那句话要必须要能够上一个等级的强度 你得打乱北京队进攻节奏 不打乱进攻节奏的话你现在这么防 广东队自己的速度也起不来 是 走神了 可以 哎呀 这球我都觉得三号要往里扣的啊 广东队今天第三个了 前两个自己能抢到篮板球把球打进 这一次没这么好的运气了 啊 徐杰不让刘小宇接球 李木豪在座手地手 啊 篮球还是还是这个外面李木豪的哦 真是高 刚才曾凡日呢去封盖了 啊 啊 感觉上好像 在这边有点犹豫啊 裁判说我不确定啊 这个 阎老师和他的助手李承欣商量一下 嗯 对 确实感觉上在刚才那个最后那些应该是李木豪胳膊藏了 再看 这个就被被干扰了 哎 没问题 没问题 啊 李木豪碰出去呢 赵小川啊 强度稍微有点大 犯规了 广东现在在半场进攻的时候呢 这个战略配合有意思就是让周鹏在第一位接球 嗯 之前的周鹏助攻给张浩家那球就是这么打出来 是 那当然这个阵容 周鹏的这个第三高度是优势 上号 面对 朱元熙 朱元熙不敢上 上就怕被过 怕被过 对 朱元熙 那当号投篮不是特长 是 哎呦 呦 好球 这球两个人没交代清楚啊 这球两个人没交代清楚啊 曾凡日 好的 徐杰这球传的不错 但曾凡日这球传的有点过于拘泥 对 这个传球意图太明显了 动作太大了 徐杰 你看朱连熙一扑确实张浩能过他 给三秒了 球啊是在篮底的时间有点过多 他可能觉得张浩那一下能投了 一直没出去 对 杜导也在说你投啊 杜导的表情真蛮有意思 表情包啊 其实第一阶段广东队对周鹏的 就是使用还是比较多 嗯 是 但是他状态出的也是比较快的 比较早 今年周鹏整体的状态比上个人 要再上一个台阶 生病康复的不错 上个赛季的周鹏是要基督赛状态出来 是 好 这一球 展小川 哦 这一次投进了 这个顶着头啊 今天这个没话说啊 这边赢队进攻打的这个效率确实高 所以我们说嘛 真的是这种硬式型选手 对吧 我可能平时不一定每一场比赛都能到这个强度 但你让我专门好好准备一场比赛 我可以准备到 张浩佳 哎 投了一栏外空心 这球其实机会还是周鹏给的还是可以的 是的 双方要换人 再看一下这是翟小川 本来是想给范子明的 但是曾凡日这个绕前的质量不错 对 这个球呢 张浩佳的反应稍稍慢了一些 就当 小川一死球的时候 嗯 你得第一反应 马上就贴上了 因为你也要对这个进攻时间引 你也要有感觉时间快到了 哎对 你给你贴上 你不能够 看着要投了再上去来不及了 北京队这个战术起手势上来打的太繁复 哎 广东的又一个失误 天宇强给到朱元熙 叫停 杜曹 朱熙真是不浪费机会啊 杜曹要发火了 杜曹要发火对王欣凯那些球 这个 其实断球以后这球太随意了 嗯 对吧 你这不能这么给啊 看一眼徐杰的位置在给 对啊 你不行你就慢 球在手上不用着急 右边已经队友快下了 是 球一传入就是多打扫 本来应该快攻得分的 结果 反过来北京队打一三分 嗯 嘿嘿 一来一回五分 是 呦 杜曹今天很平静嘛 杜曹今天呢 其实刚才叫暂停之前 感觉上是要骂人了 哎 今天北京队在这一截 现在是赢对面五分 打北京这个比赛 浩哥你说这个杜曹没有这个 你说这个调整 或者说锻炼队伍的这个余地吧 你要锻炼队伍你也不用这场锻炼啊 哎 但是我跟你说 杜曹你真的就是 你别用一般的这种想法去判断的 意高人胆大 是吧 你看他今天在比赛场上这个用的年轻球员的那种 那种我们说那种积极的态度 嗯 他是希望就是跟北京队这种强队的一个对抗的过程中间啊 嗯 能够让年轻球员上去体会去感受 能够有收获 对 看今天杜曹这个意思哦 胡明轩今天真不一定上 应该不一定打 啊不一定打了 张浩佳给徐杰好机会 有机会 你看张明慈第一节就上 是 是吧 他今天的运动员里面 除了 胡明轩 其他11个队员全都打过一遍了 这波防守广东队是成功的 嗯 其实你就是要让北京队能够去打一些所谓的不可理的进攻或者是打一些强攻 是 曲折同一个位置连续出两个机会但可惜的是球没有投进广东队今天整体三分球命中率一般目前为止是徘徊在三成 好的再给范子明哎呀啊这下范子明这个球应该是要好好把握的选了一个投篮的这个手法感觉挺怪的啊 其实单手抛出去就可以了 少睿 机会来了 周鹏好球 周鹏你看他选择机会真的是有经验 哎 他接球时候就在看小川这个防守的位置 是 其他你看他突破的速度现在肯定不快对吧 一挡菜一拿 哎小川这个位置靠 一看人家站位就靠上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抓住机会突底线 这要穿 边角 远端 下方位转移 又这球走步 对 雷蒙走步了 很明显双脚确实移动 双脚同时跳不起动 没问题没问题 这个球很明显是走步 要换雷蒙了 不满意 刚才其实小川这个球转移的质量是很高的 转移质量非常高 因为 广东队他不得不协防 因为苏伟区大延误了 他要再回来的速度慢 所以要靠落侧边的球员去协防内线 是 所以大转移出来 他要再去防联盟的话呢 其实已经是有点慢了 是 联盟这球 确实这个失误的有点可惜 周瑞 广东外线三分命中率低啊 现今三分球已经到十一中三了 百分之三十也跌破了 小发 周延熙 林瑞打得很耐心 嗯 朱熙跟天翔一起下 换回刘乔宇 又是双塔 又是双塔 双塔又来了 刘小宇 这一下接球就摆脱了 看范子明 呼 挺稳啊 别说就范子明他现在他 当他觉得这个机会出来 他坚决的时候 他的运动率非常高 他呢 毕竟有这高度在 刚才广东队扑上去的队员又是徐杰 你就对他确实投篮的干扰性不强 苏伟 苏伟一上来他这进攻呢 就稍微弱一点 给了苏伟的犯规 虽然是苏伟摔倒 但是呢 裁判员认为还是苏伟的是一个推人犯规 再看一下苏伟刚才那球是怎么犯规啊 嗯 哎 这个球 这个球 这个球判苏伟了 苏伟说我冤的 不太明白啊 不太明白 苏伟上犯了 我操心惹 我自己摔一跤你吹我一犯规 不是我这腿软的不是犯规啊 对他这球其实绊倒了这个王晓辉的 王晓辉没没动作啊 是 苏伟自己绊倒 这不摔倒就摔倒了 但吹他犯规是有点奇怪 王晓辉 好球 哇北京队今天是命中率 是北京队今天这节奏好啊 北京队的三分球出手次数和命中个数 刚才浩哥给大家介绍过都是联盟倒数第一 他三分球每场比赛仅仅投中七个 但今天这上半场比赛已经超额完成了 上半场比赛刚才的这一个三分 应该是北京队的第第五个三分 十一中五再看 高位侧应 两个人外线的八字掩护 是 广东队的防守又没有交代清楚 王晓辉又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空档 是 判了王晓辉拉手犯规 吓走了 这内线双场 广东队出来机会还是不进 这个同一个位置出了三个机会 对对对 因为赵瑞你看撒到篮下 北京队全都收缩了呀 他上市肯定上不了 毕竟北京队内线双场高就在那 广东队的三分球已经到十二中三了 25%的命中率 回来 翟小川 短了 但是有篮板球 王晓辉 时间不够了 顶着硬头 仗着手烫 曲捷 造成了北京队这下阻挡犯规 这广东队的得分效率啊 就是当不在他们所喜欢的节奏上的时候啊 广东队的这个得分效率啊 带不起来 就不是他们喜欢的节奏 是 所以你说为什么这么多机会出来投不进呢 这不在自己习惯的节奏 你投来 命中率肯定不如在自己节奏上来的高 大家对于广东队的这个三连贯的评价非常高 包括对广东队这批 三连贯期间发挥作用的运动员的评价非常高 但是不要忘记了 他这个三连贯 是建立在优秀外援的基础上 建立在马尚布鲁克斯 建立在威姆斯的基础上面 他们俩都不在 广东队呢 你说他没有影响吗 肯定有影响 影响是肯定有 肯定有啊 但是广东队他要付出更多努力 去把整个比赛带到自己的手上来 是 对吧 今天明显的就是这个不在自己的手上 不在自己的手上 蓝球还好 这一次呢 赵小川的蓝底并没有打进 而素未把这蓝球给保护下来 广东队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把这个机会出来的三分球能把握住啊 任君飞 这个广东队现在比较麻烦 就是内线你威胁也形成不了 嗯 外线三分的又不开 快攻速度呢 没打起来 是 等于说广东队我们说 最擅长的一些得分手段 今天整个上面打到现在 就快上面打完了 就剩下三分钟上面完了 就是广东队他没有打出自己的特点 从杜岛的场边的反应来看 不像是有意不用胡明轩 而是胡明轩可能在热身的时候出现很小状况 有什么不太舒服 可能是撑了或者拉了 因为之前我看到胡明轩在场边在活动 就有那个训练师带他在做一些活动脚步动作 可能在尝试说是不是刚才有点什么不舒服 看看能不能打啊 嗯 这个感受一下 手递手 周瑞 哇太勉强了 这样去挑战李牧豪 这绝对不是最好的选择 啊 这个时候上一线连 哇 这次方硕 再给范子明 又是机会 哇 没问题啊 范子明出来这种机会他现在真的好稳 中距离投篮 以他这个高度 如果他能把握好 那他这个双塔确实是可以打下去的 对 他是有空间的 他至少能够拉开一定空间 不见得是三分 对 看看近不近 还是不近 盖了盖一样 整个广东队的这个投篮啊 准星今天没带 31分 这广东队其实这都是一节的得分啊 他现在打快两节了 得了31分 广东队场均105分 这还是有一定轮休的情况下 这样一个数据 今天只有31分 半场快打完了 他这样一个表现 半场肯定上不了40分 哎 可以啊 两个队员抢到一块了 行 大哥又要发脾气了 阿田都有点急了 一个顶一个抢啊 这个前面的队员看不见 后面的队员要要注意一下啊 就其实要养成一种习惯 就在场上 你一旦看到嗯 内线球员同时在抢的话 你就搜索 是 这个篮板球是内线球员的高大球员的 哇 阿田的死亡凝视 阿连在以往的赛季当中 对自己同队的运动员 这样的一个表现 非常少 今年在一个赛季出现两次 我觉得 其实体现出的是什么 整个他对于自己的这种康复的状态 非常焦虑 对对 他迫切的想要回到一个 能够更多帮助球队的状态里边来 有些时候这种 就是说运动员力不足的时候 其实真的蛮难受 会这样 会这样 情绪也会受影响 都知道 你不是这个水平 但是没办法在场上 我就是达不到我自己想要的那个水平 怎么办 好球 人均飞 所以内线一定要有人打一打 这广东怎么打的外线都不开 是吧 你一定要找到第一位的进攻 周鹏在上面找周鹏 周鹏不在上面 找阿连或者找人均飞 一线突破 朱熹 这下没有投进 又一个篮板桥啊 广东队 你看又暴露出来这个问题 广东队今年打的 今年打的 打的不好的比赛 都是篮板球不好的比赛 打浙江 又篮板 对吧 打深圳 今天这场 都是这样的 不是你很简单啊 你篮板球是你发动快攻的一个保证啊 是 又篮 篮下了 收缩性的速度慢 其实一直说 就是我们之前也讲 就北京队的进攻啊 他今天就打了 实在是太舒服了 广东队的防守强度一直没上来 赵瑞 冲击篮筐 赵瑞 犯规了 今天范子明整个上半场是很关键的一点啊 嗯 他既有篮板球又能够拉开一定的空间 是 内线也能攻 所以整个的进攻效率 他这一点是打的非常的有效 而且确实是打痛了广东队 今天范子明呢 我觉得最宝贵的一点 他每一次拉开之后的中距离全部都把握住了 这个太宝贵了 这个让广东队的防守上面 不得不对这一点有所忌惮 你对这个点有忌惮 行了 对面第二高度你解决不了 你的篮板球马上就解决不了 呜呜 北京队一顺百顺啊 杜岛笑了 杜岛不弃反笑啊 这个把杜岛打笑了 就说可能杜岛这种时候的感觉 就是说 为什么部署的东西球员都没有执行出来的 我相信在中场的时候 杜岛应该会对于球队上下的面貌要做出改变 今天的半场广东队得33分 这令人想起了广东队那个著名的单截两分啊 这一节广东队得12分 北京队这双塔今天打的是非常非常的流畅 其实刚才这个呢 又是两个内线队员之间的配合 4号位的朱颜希和战5号位的范子明 今年范子明和去年相比 他整个的状态进步非常明显 北京队的这个双塔的投资 他们上个赛季最大的一笔引员 在今年对阵广东队的这个单场比赛里面 现在体现出价值 今天的广东队第二节仅仅得12分 这和过去三年来的广东队 几乎都是没有出现过的一个比赛的局面 到目前为止 广东队半场仅仅投进了三个三分球 而北京队今天半场投进了6个 他们平时场均仅有7个 而他们的篮板球北京队今天赢了对面10个 广东队的三分球命中率已经掉到了21% 而北京队这项数据是超过了40% 欢迎回到演播室 对于上半场的比赛来说 确实是令我比较吃惊的 因为根据前九轮的一个战绩来说的话 我也没有想到说北京队会这么的猛啊 那么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呢 大家看CBA上蜜咕视频 选新一号物上蜜咕商城 广东队中文版投篮T-shirt 限量发售 全网独家 限量100件售案为止 点击下方的热卖按钮呢 即可进入购物了 我们一起为新赛季助力打call吧 那么在观看直播和购物的同时呢 也有一个新的方向带给到大家 看体育上蜜咕视频 镜像全量NBA赛事 您可以通过购买联盟通 球队通 以及单场付费三种方式 解锁新赛季NBA观赛型体验 大咖姐说强荡节目 竞赛 尼咕视频NBA 那么 哎呀我还有点没缓过来 其实 其实今天北京队真的发挥的特别好 就像刚才老师说到的说 双塔在内线 然后包括攻防两端的篮板 也保护的非常的好 那么两位老师对于上半场 有一个怎么样的点评呢 我也想听听看 这个小太阳很明显是晴转多云了 马上要多云转阴了 哈哈哈哈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 把喜欢赵瑞的小太阳 给打的一愣一愣的 我们在场边 我们也没想到 这个赛季 广东队有过困难的比赛 今天打那个球周 球周这个跟你就是用广东队喜欢的方式 我跟你拼 拼节奏 啪啪啪来回打 最后呢 这个我今天临场的状态比你好 我这个队员整体比你年轻 然后我这个中锋瑜伽豪这个点 我有优势 最后浙江队把比赛赢下来 今天北京队是用不是广东队的方式 用和浙江队不同的思路把广东队半场限制到 只得30多分 33分 这在本赛季之前的比赛当中 绝无仅有 浩哥 对啊 所以赛先我都说了 广东队如果要 把这个比赛掌控的话 很重要的一条 不要看广东队今天的防守针对劲 是 就是说防守做好的进攻你不用太过担心 但是恰恰我们反过来讲 今天广东队的防守没做好 你让北京队在整个上半场的进攻打得太顺了 是 呃 篮板球你输了10个 半场比赛你输了10个篮板 这是输的有点太离谱 是 你在输掉篮板球以后你的掌控节奏能力 已经去掉一半了 再加上今天广东队的本身的防守强度没上 那当然不可否论说杜峰之导在今天上半场 也更早的启用一些年轻的球 但是你在场上我们说广东队以往给我们的那种 那种防守的强度 跟场上的压迫性今天都看不到 是 今天的这场比赛广东队呢 他的整体的强度上面 因为胡明轩半场比赛都没有打 这个强度上面肯定受影响 同时这个影响不仅是在防守上面 也必然在转换进攻和阵地进攻上面 因为胡明轩是整个广东队在 反击当中最有优势的一个队员 快 而且蓝底的把握大 阵地进攻的时候 他和自己的队友和自己前锋的掩护 也是非常有威胁 今天没有了胡明轩 再加上本身这个队现在是全滑斑的一个阵容 他的阵地进攻受影响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阵地进攻受影响 也是我们看到广东队今天几乎在整个上面 没有什么快攻得分 是 广东队阵容里边 我们说要一种强力推进 强力突破 撕开对手防线的球员 走去一指的应该就是赵锐和胡明轩 没错 那明显我们看到整个上面赵锐在拼命 想要把比赛节奏带出来 拼命想要利用自己的破坏力去创造出机会 不是没有创造出机会有 但是呢这样的一种创造机会并不是整个广东队 整队的一个节奏 所以出来以后的命中率也不高 所以呢整个广东队的攻守两端都显得非常的被动 而这样比赛北京队呢 呃做了很充分的准备 就说他在一开始用双塔 其实亚尼斯他要掌握主动 就说我双塔的优势是很大的 那我上来的话 而广东队恰恰没有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就当北京队用双塔的时候 广东队呢你首先来讲你的防守必须要上强度 你得让北京队内外脱节 你要切断他内外线的 对那北京队其实双塔的一开始的开局打的 只能够说效果一般 是他变成一个四小一大的时候呢 北京队内外线完全开化了 拉开空间而广东队防守完全都是被动 漏篮板防守没上去 出三分漏洞漏篮球机会 漏篮下拉开空间变成协防 协防以后外线又出机会 所以整个北京队进攻 说打到现在为止 北京队这个整个上场的一个进攻啊 在他们的节奏之下又不用太快 他的命中率如此之高 三分球的命中率又那么高 三分球的投中数又那么多 一旦三分球的投中数多的话 北京队进攻就不成问题了 半场防守建立起来了 你打不了我快攻 我每一次比赛 每一次的回合我都是把自己的防守的区域都摆好了 站住了 你来攻剑 那北京队见谁都不怕 两个两米尸体的大哥往蓝底一站 你今天又没有胡明轩 赵瑞一个人往蓝上冲 我一场比赛能让你冲几个 对吧 所以现在北京队在场上利用目前的格局 掌握着战略的主动权 下半场比赛对于广东队来说 他们要解决的问题 空位篮虽然不多 但是不能再浪费 一定要投进 第二个呢 能出现转换的机会 不能出现失误 今天在场上 传球的失误 遗传的失误 包括上空篮不进 什么都来 这样的一种情况 体见了广东队今天在场上 整体上面对于比赛 让人感觉他们不是不重视 但是呢 有点咬不住劲 这一点上 中场休息 杜峰教练的这种调整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我们也期待着 这样的一种调整 让下半场的比赛 能够变得更加的精彩 好了 非常感谢梁吴老师 确实啊 广东队这边呢 下半场 对于失误和命中率 做一个调整 那么大家观看直播的同时呢 也希望您可以 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咪咕视频 CBA官方粉丝群 却活动精彩 分成更有神秘好理 等您来 等您来临 等您来临 是的呢 那其实 在我们的互动之后呢 在您 除了精彩不断的CBA赛事呢 咪咕视频还为大家带来了 对的 就在我屏幕后方这个地方 带来了UFC张伟丽的复仇战 11月7日周日早上10点钟 咪咕视频呢 将直播UFC268主赛 届时呢 请大家锁定咪咕视频 看张伟丽能否复仇罗斯 重夺冠军腰带 那么这个是 这个比赛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了 好了 现在就是我们的中场休息时间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稍后比赛继续 就要那天也输过 他们都重新站起来了 然后都在努力地训练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觉得这次失利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是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这次失利呢 我觉得只会让我变得很强大 然后再拿回冠军的时候 我相信我会是真正的冠军 Oh my boy John Whaley has her down Wow 她是肯定的强大 很快 她会比较努力 她会比较努力 和饿了 但我肯定是 一个恐怖的人 要站起来 然后再拿回冠军 后来 另一个锁 我并没有关注于Whaley 我只要专门 在做什么我必须 之前的比赛 上次的比赛已经过去了 然后这次比赛是一场新的比赛 我准备得非常非常充分 我坚信自己可以成为新的冠军 She can say what she wants but I'm the best Now this is where we rise 看NBA全场次直播 上B咕视频 新赛季 NBA已经拉开帷幕 大家好 我是杨健 我是书琴 我是张庆航 39队共庆NBA75周年 一时七手大球星 各领风骚 好戏开场 岂能错过 群群独入 近在咪咕视频 精彩近在咪咕视频 精彩近在咪咕视频 三人篮球 对我来说 我其实是完全不了解的一个项目 能够站在奥运会舞台上 我觉得这是一种荣誉 参加奥运会的时候 其实我个人的舆论也是比较大的 面对他们 把他们转换成一些动力 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帮助球队 我这一下天没有练武人 需要回来适应这个节奏 然后需要重新适应这个打法吧 包括跟队友们找到磨合度 你需要点磨合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半场的数据 在半场今天进攻篮球方面 北京队9对3的领先 二次进攻得分 两队持平 在控制输方面两队持平 在场上目前最明显的差距 一个是三分球运动率 一个是篮板球 下半场比赛开始 在下半场比赛方面 北京队还是先用双塔 另外三名运动员分别是刘晓宇 翟小川和雷蒙 这是一个非常高大的阵容 他这个阵容加上身高1米90的高货位 刘晓宇 这个阵容平时身高超过2米了 2米多了 这阵容 太高了 广东队今天在下半场先发方面 赵锐 周鹏 易建连都获得了先发的机会 今天另外的两名先发分别是张浩佳和胡明轩 胡明轩回来了 那看来上半场是可能是应急出现一些问题 也许是身体状况 也许是热身的时候觉得不舒服 对 当然因为现在广东队属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第三节的开局 这个比赛广东队还在想把他给他定性 是 是吧 你不能够让北京队欲去一球 北京队现在打得太舒服了 就出来一个机会都不累 对吧 是 跑动传球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 跑动队还是一个联防 又楼篮板 又一个李木豪 哎呦 这球慢 其实呢 阿联如果说他的身体状态没问题的话 他第一时间就篮下了 对吧 周鹏一看右 他其实第一时间想传 一颗阿联事故没跟上 再传呢 就有点慢了 呃 今天 北京队的这两个中锋啊 把平时技术上面 很少展现的一面全展现出来 李木豪什么时候有过这种翻身投篮 从来没有过 所以我都说了 北京队今天 等于说进攻 有一个非常好的法规 是 大家都在一个好的状态里面 就像今天直播开始的时候 浩哥说的 北京队今天得 得超神一下 对 今天这进攻确实打的没问题 得超神一下 而且是在北京队把比赛节奏 牢牢控制住的情况下 他的进攻效率很高 刘小雨 这一下波拉门球啊 波苏维手中球 嗯 李木豪犯规 波一下没事 但是刚才应该是被李木豪的巴掌拍到脸上了 捂着脸倒下了 再看 哦两下前后 哎嘿 刘小雨也有打到这个李木豪的这个手足也有打到苏维的头 是 这北京队追广城队这个无球跑动追的也非常狠 苏维 最后球到苏维让他有这么大难度去投篮 他这个他完成不了 雷蒙再转 这要穿 连累不急 对吧 他还是拉节奏 对 我把这个进攻节奏压下来 我不跟着你打 哎呦 这防守没上了 苏维现在抢篮不出呢 就是我尽量不跳 我先控制位置啊 周鹏 打手犯规 这种打北京的隶属未稳的机会啊 今天广东队其实整个上场几乎都没出现过 是 就我们说追打 衔接进攻 在你没有站稳的情况下 我已经发动配合了 嗯 或者是我发动一些机动进攻了 几乎没有 哎几乎没有 这时候还露罚球啊 小分很宝贵 33分 下面场到现在没得分呢 又两分多钟了 赵锐今天这个汉怎么这么多 赵锐今天其实他这一点是 我们所看到的 他其实是有意识在 在动 在提速 但是他一个人带不起来啊 是 两罚没有 两罚不中 要命啊 雷蒙 哎 这球雷蒙传的不妥 传的不妥 嗯 跟你不好意思 他第一个呢 他没有把防偶人信过了 对 第二个传球弱点呢也不对 线路不对 不舒服啊 这 雷蒙上来两个机会啊 刚才那三分球没有把握住 然后这传球数 二打一的传球机会 徐杰 现在就是三个后卫轮流扛着炸药包往里冲了 这个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 哎呦 罚球又不进啊 周鹏罚球呢 之前是他的这个老问题了 两罚不中 徐杰罚球也不进 这对于广东队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准备的这种情绪啊 储备的这种情绪都是一种损失 21 嗯 所以那天泽江队破21破的挺好 是 本应队就破了也不错 但大部分破的不错 这球其实是靠一个中路的一个侧影啊 是 直接破掉了又出机会 没忙 哦 还是打舒服啊 第一机会起来没头 是吧 你知道本应队就是去更好选择我在哪个机会去攻啊 是 周鹏 战小川这下防守没失位 这球打的还是勉强啊 又是转换进攻 北京队打转换了 你看啊 北京队是全联盟最不愿意打快攻的球队 但是他有了自己的节奏以后 嗯 他抓的住机会 篮板球下来以后 他打你转换没问题啊 是 还是有还是没篮板球 几个处理球都是反而是广东队勉强啊 啊 你看刘潇宇不打了 对啊 他在选择 我要打就打 不打就不打 慢下来 我们所谓就是 实在是让北京队打太舒服了 你看 哎呦 这都什么球都有 这个赶紧叫暂停 因为 就是把原来北京队打不出来的球 快攻 李沐豪翻身跳投 范子民罚球线侧影 侧动之后 远距离抛射 什么都来了 哥哥 你看广东队防守 这没有防守啊 对不上 那防守全都站在那 肚子都也在摇头了 嗯 就感觉要兼顾的东西太多 啊 这个实在是有点处理不了 这一截一分啊 北京队单截又是11分 现在呢 就是广东队本来是防人定人全场 嗯 刚才二二一 那通常来说广东队的防守是个人的防守加上集体的一个轮转防守 是的 就是靠积极性 靠压迫 是的 来迫使你失去自己的比赛的进攻节奏 嗯 而今天的广东队你看他已经被动了从打全场到手半场联防 到现在手联防站在那儿腿都不动 是 KB应对人一说是不用还真不用怎么跑 两次传球都出机会 传球就能传出机会了 不需要做太繁复的配合 包括前面雷蒙那个球 其实三分线网已经出机会了 对就是他在选择我这个头我还在找一个更好的机会 对对对 因为我不着急 我肯定会出现更好的机会 哇 现场的导演镜头给众生像啊 阿联的表情也非常非常 朱总反正一般都不看比赛都在看手机 朱总今天的变化是把耳机给摘了 广东队觉得打的有点精细神没有啊 抑制非常的抑制 他们要尽量的把这段时间快速的过去 因为北京队的这样一种状态的高峰期 他也不可能维持下半场整个24分钟 但是关键 北京队不一定能够维持24分钟 广东队你看这个比赛的这种 比赛的感觉没了 他现在不是在一个竞技的状态了 球员 直接发球往防守人手上去发 这个 这有点有点有点 室长了 对对对对 非常市场 这个让人想起了别的运动项目当中的那些情况 比如说中国男足的黑色三分钟黑色九分钟 广东队现在有点在场上没有助心骨好球 他需要运动战进球让队员迅速的镇定下来 对 而且要打出气色 首先真的在防守端每个人都要拼了 是 防守当中不要犯规守住篮板球 然后防守对上人 他守这131了 看下131 他守131了 阿联恩重运回来 1131 这个比赛我们看 蓝底 让人打一个24秒最后两分打击 太伤势气了 最终还是打到了禁区靠近篮 让最高的球员来立下出机会 是 一剑连 没有 这一打眼这个半截就过去了 这半截这个分数呢就越追越远 从这个达拉斯回来以后 易建连在CPA打球一直是居高零下 就是我不慌我不乱 我用我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就够了 对吧 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个比赛场上这么抑郁 你看今天范子明在场上这个球打的 没话说了 但是范子明这些球接球投篮 根本没有感受到任何防守压力 是 那作为一个职业球员在这个距离投篮太舒服了 今天的这个比赛场上的北京队也让我想起了高中的时候 有一次我们班30多个人考试不及格 我考了70分的那一次 我们班主任给了我一个评语 说冷锅里头冒热气 这个评语我到现在都记得20多年了 70多分最高分 70多分大概全班前10 大概 这个就是你的意思就是不是你好 因为其他人都发挥的差 大家都没发挥好 估计有几招选择提蒙队 阿联强攻篮下可以 好球 这个看得出来就是说 阿联还是在就是 在自己身体能够受一定 自己调整的保护的情况下 嗯 去寻找机会 对吧 是 这个实力还在 是 广东队现在重要的是通过把握机会 通过得分 让全队的情绪能够稳定下来 这个事情要起来 稳定下来 不是说广东队我们说这个不能够失常或者 但是你至少就是他这样的一支球队 你应该自己的调整能力应该还是有 是的 范子明 还是换回定人 是 这好出席这个聚会 北京队在场上这个球走得非常流畅 那我们一切上来以后起速度 好 对 这个才是广东队的风格 一个打不进 对吧 我立马反击能惩罚你 但是阿联强斯一看 一露头赶紧踩啥子 又是一脚杀 管我我领先多少分 我绝对不能够让你起势 老雅在场边的这种对比赛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 这真是智多星 杜导虽然球队在场上 势头在慢慢的回来 状态慢慢的调整 还是不满意 十七比九的单截得分 这一截北京队八个篮板球 助攻六个 这个进了八个球 有六个通过助攻完成 北京与广东之间的渊源 首先源自于北京队当年的第一个冠军 北京队的四年三冠 正式建立在对于广东王朝的颠覆和推翻上 那么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 北京队在年龄结构上面往上走 广东队的过去三年连续的三个冠军 但是北京队没有一年是跟广东队打到最后的 今天的这个比赛 我们不是说这个赛季 现在北京已经是一支可以和广东 同等档次 或者说可以叫板 可以来分享冠军悬念的一支队伍 但是你让他就准备这一场比赛 甚至就这一个系列赛 他依然可以给你准备的非常的完美 这个呢就是看出来就是 在前邓老师也说过 就是北京队他打一场比赛 掐死你 或者是一场比赛咬住你的能力还是非常强 就这个呢跟这支球队的一个特色是有关系的 这就是今天进直播的时候 浩哥说的球队文化 对球队文化 而且呢我们说这个北京队的球队啊 他这个纪律性非常的强 就是他会严格去 全力以赴去执行教练对他的一些部署 是 呃广东卫这全场防守呢 刚才王金凯摔倒了 导致防守十位被对方把这个防守给破了 范子明啊 他的挡拆之后的这个拆开全是横向拆开 对而且范子明现在呢 他有一个进步的地方就是 横拆接球以后他出几球能力提升 哎 来 胡敏轩 呦 刘小宇这个球防得不错 对 他最后去封胡敏轩的出手角度 是 北京队还领先21分 范子明 刘小宇 被盖到了 但是篮板球又是范子明 也是 等于说这球啊 他当然是可以投 但是呢 现在其实制造杀伤也可以 对 这球阿联是往里面硬凿 他现在这个突破的速度 确实不快 对 但是选择的机会能力还在 还是建立在他的进攻威胁上面 这个形成的突破的机会 胡敏轩再下来休息 确实 这个时候呢 通过制造犯规我上罚球线 比在外围投这种似是而非的三分球机会 要更妥大 对球队来说更有效 看看广东是不是能够这个四分多钟啊 能够把比分再追进一些 嗯 因为这个二十三分呢 如果打完三截你还落后二十多分 那这第四截机会是不大 机会就不大 你就追到十几分 十二三分 十五分以内 那你有可能会有机会创造一个奇迹 是 而且问你北京队他不跟你乱呢 他这个球队 他不太会连续十分 北京队呢 在 一九二零赛系 当时季后赛 当时杰利宾教练 带队的时候 放过那个头 对吧 季后赛 对吧 领先广东 后边还能够七分钟呢 压节奏 想保这个手上的收获了 对 收太早 好 就领先多了 反而是响应怕输了 我这球方硕是明摆的就是欺负许杰 个儿啊 好 好 放来 这个稍儿判的很坚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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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一旦打到这个位置来话 这个虚界一定要队友去帮忙 方硕今天又九个助攻啊 对不起啊 这是赛季场军啊 赛季场军九个助攻 前两场是九个助攻 对 但其实今天由于北京队的得分点多 所以方硕这个 他是否能得分 或者是怎么样 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方硕他是个攻坚战能力比较强 今天方硕在场上打的时间也不多 啊 这罚球是今天方硕第一分 周睿 好球 进球以后赶紧打圈子 赶紧接球啊 好球 方硕 过半场之后攻吗 不攻 六一圈出来 对没有绝对把握 就慢下 陈玉强 王肖辉 哇超远距离三分啊 他有投大号三分的能力 好东西推速的 嗯 嗯 一圈连上来 再和赵锐打掩护 图分 黏了 这球没传好 好 阿联 好球 广东这一段的进攻成功率啊 提升了 其实成功率提升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跟广东队整个比赛节奏是有关系的 是的 对吧 他比赛节奏慢慢慢慢的广东队是打得更快一些 他的命中率就高了 天玉强 李木豪的掩护 不能这每个球最后落到王肖辉的手上让他来持球攻 这也不是他的特点 哇 这个难度就太大 这两攻 上一攻的王肖辉那个大号三分 这一攻球打死了 是 广东的防守强度一上北京队呢现在这个进攻啊 嗯 那特别是就是当 范子明不在场上的时候 就是说 李木豪他有高度 但是李木豪在党拆处理球方面呢 他除非你说他到篮下 要不呢 他处理球能力不如范子明 是 所以呢 感觉北京队他现在这个进攻就有点脱节了 我们看他什么时候让范子明回来 今天范子明在场上打的时间不短 范子明是打了27分钟了 考虑到还有一节的比赛 你对于他的时间使用上面你要控制一下 而且范子明呢 四次犯规了 今天后面他继续进行比赛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这一截应该不会再让他回来 所以 现在李木豪在场上你必须要结合好他的这种特点来使用他 阿联松松尖把球伐进 这个轮次上来一键连发挥作用了 12分 但是杜老用他还是比较保守 嗯 几个回合一组打 是 哎呦 这些一个失误了 失误了 您的健康有点糟糕啊 还有两分钟左右呢 你这个分擦再小下去的话 这个压力就来了 是 防硕 防硕 一打三 那是任俊飞 田宇祥 给李木豪 再转 雷蒙 哎呦 挑战苏尾 雷蒙做了一个拉杆动作 又是进攻失误 快攻机会了 嗯 嗯 一定要把握 洪明轩 哎呀 今天洪明轩是状态有点问题 对最后那下手上 好像脱手一样 是 广东队两次的追分机会没把握 把握住现在应该是十二三分 对啊 十二三分的情况不一样 再看 洪明轩 最后那下手上突然之间那个劲儿没了啊 软了啊 也不知道是这个起跳的这个问题 还是这个手上的感觉问题 李木豪 再到雷蒙 啊 刘小宇回来了 对 要给刘小宇来组织进攻 刚才北京队进攻局的组织确实有问题 刘小宇的突破 广东队再上反击 二加一来了 陈俊飞 这个比赛节奏慢慢慢慢在广东队 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出现 那现在对北京队来说还有几十秒钟的时间 这一节他是不会叫暂停了 那么场上的队员呢 就是尽量不要再出现草率的处理球 别打太快 我们把这个比较困难的时间平稳的过去 因为20多分的一个落后 你到了等于说在第三节的这个后半段 慢慢慢慢广东队把分数追回来了 是 对吧 14分了 这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嘛 就是北京队他不可能12分钟始终保持在这一节开始的状态 那再反过来讲广东队的提升的地方在哪里的 通过防守 对 对吧 通过防守把比赛节奏打回来了 哎 处理球其实有风险哈 现在北京队是极需要能够有一个得分啊 好球 其实虽然是第三节啊 但是这个 其实这个三分球挺重要 方超巨 超巨本色啊 需要了得分的时候站出来 就是方超巨的这个投篮数据往往不会很好看 命中率真不好 但你得看他关键时刻命中率 对 因为他有时候有些投篮的 他确实投的是尖刀球 嗯 他不是说我做出机会来我接球投 这球 没有吹 没吹 因为都在移动 是篮板球 李孟豪 今天什么球都有 这个一个方硕的三分 还有李孟豪这个压哨啊 这个五分球重要啊 哇 李孟豪今天拿了好多 这过去可能十多年他职业生涯里头都不会做的动作 在这场比赛里展示出来 再看 对吧 第一下没有 篮球 露出来 这球还被刘晓宇盖一下 但拿下来还是他的机会 还一样 就是这种球平时运动员在训练里面呢 肯定是能投进的 但是在比赛当中面对压力的情况下 他一般不这么处理球 今天只能说现在自信心全部在北京的这边 广东队刚才一度将两个队的分差 缩小到了15分左右 甚至小于15分 但是北京队的最后 方硕和李孟豪的这两个得分 帮助两队的分差重新拉回到20分上下 在今天的三分球方面 广东队目前投进了4个 北京队投进了8个 篮板球 北京队赢对手整整16个 在三分球命中率上 广东队今天仅有22% 而北京队还维持在38% 我们来看到这是在未来 咪咕视频和中国移动摩百合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 在明天中午11点我们会有四川对深圳的比赛 下午3点半 广沙对着宁波一场浙江得比 而福建队和上海队的比赛会在晚间的7点半来进行 我们的球迷也在说 这不应该啊 不是应该北京队更累吗 广东队上一场队员休息了 就徐杰打30分钟 但今天有些时候啊 呃 比赛就是这样 嗯 就是球员啊 就是你休息 你其实在现在这个这个阶段 已经是快到第一阶段的尾身的时候 是 球员其实是非常的疲惫 就说你你可能这个调整以后累啊 你会累上加累 是 你虽然你是休息 但是有些时候休息会把这个那个累的劲啊 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 松劲了啊 再要调动起来 有些时候你付出了更多努力 所以说这个运动员的恢复 在这种赛会制比赛当中 真的是一门玄学 阿联 哦 这一下 刘阿联刚才刀的手中球呢 刘小宇稍微被带了一下 问题不大 这个在最后第三节的一分钟啊 嗯 第五分球让北京队稳住了一个阵脚 是 啊 他们也成功的等回了四次犯规的范子明 方硕 做犯规 对对 北京队来说 当我的进攻没有第三节开局的时候 那么流畅的情况下 做犯规和广东队的思路是一样的 是做犯规我罚球吧 嗯 又能够拉慢比赛节奏又能够得分 是 徐杰也休息一下 感觉好像也是有点累啊 有点累了 徐杰累是正常的 上一场打 打对手打江苏他也没休息 这个比赛呢 上半场广东队还敢用 张浩佳呀 啊 这个张明驰啊 嗯 包括张浩啊 但是下半场比赛 现在张浩和张明驰都不见了 张浩佳刚刚回来 所以呢这个比赛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杜努朗他之前的想法是没问题 就是我正常时间 我用些年纪拳 让他们去感受一下 那这个比赛打成这个 就是这么被动的情况下 他还是希望整个球队那股气得打回来 嗯 那如果再放年纪拳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打蒙了 是 所以他还是要集中力量 能够把这个比赛 不是说不能输 而是说我这个 输的一个过程中 我还是要能够看到这个球队有反弹的 这个 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 我们都感觉到 好像一下广东被打蒙了 是 就打了一下那个 竞技的这种斗志都没了 是 这个对于一个球员来讲是不可以出现的 73比52 今天的比赛在场上现在是21分球 这就催着李木豪拉手犯规了 呃 范子明因为刚才出来 扩出来防那个掩护呢 那下延误 范子明午饭 所以李木豪呢 必须得回来 范子明的这个犯规直接影响到接下来 北京队的这个内线轮转 是 李木豪上来迅速的示范 哎呦 高了 方硕 斜防快 确实到位啊 方硕上一节最后阶段 这一节前两个球都处理 嗯 见公里 确实是关键仙人 对因为这球再慢一点点的话 两分就没了 嗯 到位了方硕 刘超羽 方硕 李木豪 还得秀中投 短了 好球 好球 方硕打击第一次问一问 其实当 我们说赵瑞跟胡敏仙同时在场的时候 有两个破坏力 嗯 更强的点 是 这当然这是整个上场 胡敏仙 没法上场啊 对于广东队带节奏 确实是有一定的影响 周鹏下半场比赛 只打了三分钟 到现在也没再打了 所以今天广东队整体的人员使用上面 总感觉杜导有些固度 对吧 可能球员自己的本身是身体问题 哎 阿联 阿联 这个给阿联 去阿联动作不敢做 你看 是 他最后那一下全都是收着的 方硕 好球 这球还是防守没有到位啊 哇今天方硕真的是 就是关键球 关键球 真是关键球 前两节半将近三节整的时间 零分一篮板两助攻 后边你看看这几分啊 嗯 但是可以看到广东队的防守 他没有这种紧迫感 嗯 就我们所谓的就是 有压迫式的防守 是要求就球到 你人必须到 是 这刚才的防守呢明显 又球到以后 眼神到了 人没到 感觉是身体无法支持 对对对对 对对的这种要求啊 张明驰坐到前面来 那张明驰应该要上了 要换张明驰 这肉眼可见的疲劳 是 这个隔一天一场球 打到这个时候呢 各个队先后会出现疲劳期 广东队的这个疲劳期 其实延续了满长时间了 就是今年的比赛 你说广东队像以往这种 提前打卡下班的这个情况 出现的明显比过去两年要少 只能说广东队的这个过去的休赛期 在全运会上面收获了非常好的成绩 一个冠军一个亚军 但是你反映到联赛里面来 这个队员的疲劳是必然的 邦云轩 再转 翁星凯 中距离 还没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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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宇 对面对张明池呢 刘晓宇那种上来的信心不一样 是 张明池2米13 但是呢 他在场上他经常是出现在一个4号位上 他是一个4号位队员 抢后三分了 这球 广东队教练组说 你怎么不拼这个球 那苏伟就站起来了 就是说苏伟他这一条 不得不说 他运动技能都在下降 但是他绝对会有1%的机会 他都会去争夺 张明石一个球立马换下来 你作为小 就是我们说小队员来讲 你在场上 你必须是要对每个球权 你必须是全力以赴的100% 去努力去拼 是 换张昊了 张昊 曾凡日 两个年轻队员在上面 李木豪今天13分7个篮板 张明石上一场比赛表现非常好 但是今天这个比赛 整个人有点不感叹 那在广东队这种球队那种 我们所谓的 我们说对风 就是你不管任何的时候 你上来就必须全力不去拼 是 那场上犯错是可以 但是你不拼不行 对 张昊 突得太深 又丢了 他固然具备这种面对北京队大个子 他突破的能力 但是你突进去之后处理球的能力 你现在不具备 其实很多时候处理球在于你提前观察 对吧 你没提前观察 你这突得太深了 内线 你看李木豪在篮下等着你呢 这是没时间了 朱元熙只能将球勉强地扔向篮圈 张昊 刚才这一下 朱元熙呢 示意让本队挑战回看 两个裁判员要商量一下 这个球权到底是哪边的 关于谁把球最后碰出界 这确实在死球时符合挑战的规则 改胖了 改胖了 一副最终说服了二副 曾凡日 2021年之前 他的报的这个身高是2米05 但是之前CBA球员白皮书一出之后 他身高呢也就是2米03 他这个身高对上李木豪确实挺吃亏的 而且他的这种防守 是建立在一个团队的一个体系上 对吧 你团队的一个体系 今天没打出好的防守一种侵略性 那你本身的这个身材的弱点就很容易暴露 你作为5号位 你跟对面范子明 李木豪你比天赋 那你肯定比 李木豪在过去20年的国内的5号位位置上 他的运动天赋是首屈一指的 那没话说 你看2米接近20 2米19 他的奔跑能力身体的灵活性 是 当年深圳队刚刚把他派上一队的时候 这个媒体对他的形容是跑起来像一条小路 是 非常的轻易 他的轻易动作非常的舒展 是 广东队再换上张浩佳 换下王新凯 现在是胡明轩 张浩佳 徐杰 加上曾凡日 和张浩 这一下 其实防守人 还是没有被吸引过的 林队的防守 他基本上就是猛虎不出动 哎 他不给你随便乱扑乱抢 怎么说叫什么 蹲坑式防守 对 蹲在这 他不失位 是保证不失位 雷盟 打的够硬 回来胡明轩推反击 你分差你27分 你两分三分的打不太够 你得制造北京队的失误 你才能把这比分给打回来 对 六分多钟 那一路来的防守强度 就在第三节 嗯 有那么一段 上来过一段 哎 又失误 你看 这防守的耐心好像也不太够 防守我们一直说是对抑制品质啊 对这个训练度的考验 广东队的训练度没问题 但今天似乎在这个 比赛的这种欲望方面 有点问题 哇 这球又催了 抢篮球犯规 雷盟是积极的拼抢进攻篮板 嗯 北京队这个时候上秋天了 上秋天了 那就是要让北京队的两个大个儿里面 李慕豪先休息 李慕豪可以休息 其实李慕豪他也不太适应于太长时间留在场上 是的 宏东队换一下徐杰 只把上半场比赛没有打的胡明轩留在场上 这是他们唯一的主要队员 有秋天还有篮板球 秋天本身篮板球能力就是比较强 是 哎呦 秋天这球 想的有点复杂 我会用他的致 自己的动作 在哪里 有点多长时间 我会用他的把比赛 都会用他的手 有点多长时间 我会用他的玉台 我会用他的防止 你先走 在哪里 也会用他的手 在哪里 他会用他的手 就有点证明 今天广东队的罚球也是真的是 今天广东队的全队罚球 在整场比赛当中贯穿全场的成问题 而且他这个问题 不仅出现在一个队员身上 易建连 周鹏 徐杰 胡明轩 全部出现这个问题 全队罚球命中率61% 范子茗 范子茗 哇 秋天这球打呢 还真打出机会了 真不容易 是 北京队呢到这个时候把方硕留在场上 把翟小川留在场上 第一个保证强度 第二个呢让他们俩找找比赛感觉 对对对 就是方硕呢就是回来以后他还是需要就是说能够 其实今天应该讲就方硕他你说他状态特别好不见的 对吧 但是他作为一个老队员他知道什么时候我该怎么打 调整能力 对 就是我们说这个第三节虽然我刚才都说了不是第四节啊 第三节最后那个方硕那三分球 和最后李木豪那两分这五分球 嗯 其实非常重要 是 那时候追到14分了 这五分球连去得完以后又到19分 进入到第四节 14跟19分 别看就5分 其实差距很大 差距非常大 利用那两个球啊 整个北京队的情绪稳定 对稳定了 完了广东队那个反扑的气势又被压下去 是的 曾凡日 罚众之后广东队的得分56分 是啊56分 你看广东队今天那种得分效率 就是跟北京队打你确实是非常有可能就是你的得分会很低 但是呢就是没有想到就广东队他们的一个得分能力来讲 被压到这么低的一个得分 是当然你说这个北京队当然今天我们看到北京队表现的一个非常的出色 但是呢也有就广东队自己要本身找自己的本身的这个问题 是 王欣凯 王欣凯 等曾凡日的掩护 好的这下过了漂亮 好球 精彩 张浩 哎呀 这还打不进 这个球其实机会打出来 张浩最后的时间差也做得不错 感觉裁判员这事儿是不是慢了 最后终结那下 嗯 他是吹秋天那一下的犯规吗 其实秋天那一下被点起来那下 嗯 犯规的话那就是应该早点吹 对啊 事儿慢了啊 他因为没劲你才给他犯规 对 看 哈哈哈 也可能是这个刚才追攻裁判呢 在等底线裁判吹 是这个是这个等于说是补吹了 哎 补吹了一个 底线裁判没吹呢 他这边补一个 陈玉祥 看看范子明 六秒 呦处理的真不错 对啊 我就说范子明他现在 他等于说在周路的这个我们说苏岛球啊 嗯 这个能力真的提高了很多 呃 你确实你没不具备这个能力 你打双高是没有 有问题的对 你是没有前途的 秋天这个延误的质量也非常高 张浩 可以好球 这球可以 不错 嗯两个人不中间 因为范子明的犯规比较多嘛 范子明武犯了啊 不能动了 北京队准备换上他们板灯末端的运动员 今天报名的张卓准备上了 另外一个远看应该是张才人 范子明 非常好的机会 范子明稳啊 小范今天不得了啊 小范 就是你现在看他打球就什么机会出来 你会很放心 基本就没问题了 这个级别就上来了 看来这个队内啊 场均得分第一 这个不完全是因为球队伤病 导致了球队结构的变化 对 他现在确实把握性高 上个赛季其实 北京队这俩大中锋刚去的时候呢 我觉得是李木豪先适应 适应的快 范子明适应的稍微有点慢 范子明呢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去的时候 他心态没调动 他太急 他想我来了我就要 我就得干 我得打好 他越想打好吧 越超级 场上节奏始终掌握不好 是 后来呢 几档球打出信心来以后 心态调动好 顺其自然在比赛 是 他跟李木豪两个队员 本身在特点上面也不完全一样 李木豪更偏向于防守 和篮板球 而范子明呢 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是 他偏向于进攻 而且他愿意打挡猜 是 好球 方超距 又一个 为什么这个防守还是会没有上去 你看 藏豪加这防守 这防守太没有威胁性了吧 你对方硕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他不是个小队员啊 就是啊 他不 他不是秋天啊 再站在三分线啊 他是方硕啊 你这个要是田宇翔啊 或者你让张台仁站在这个位置 你放一点不要紧啊 这个北京队上张博一个赛季都很少见的 但是现在没问题啊 今天可以上没问题 哎 吹了 走不为力 啊 郭明轩 哎呦 还有一大帽 这一下摔下摔的不轻 横着下来的 啊 起来的时候稍微悠着点 哦 王兴凯这下摔的不轻 廣中队的替补席的队员也对场上队友的受伤很关切 再看 王兴凯 哦 哎呦 摔下来 怎么个背部着地啊 呃 屁股蹲 然后头还在地板上磕了一下 哎呀 不行罚不了蓝 对对对脑震荡了 肯定要踢换队员罚蓝了 肯定罚不了 如果是脑袋着地的话 其实还是要去做一个做一个检查 要做一个检查 这个球 第一反应裁判宣判犯规了吗 第一反应裁判员没有叫犯规 他是要补看之前是否有漏判的围体犯规 这球是对抗身体对抗完之后 就我们说这个落地的时候啊 他由于身体对抗比较激烈 他落地的时候就能说他身体落地 他脚没有先走到底 就你如果说有一只脚能够先走地 嗯 缓一缓 是 情况就会不一样 整个人的重心在空中靠后 对对对 刚才感觉王兴凯的站都站不稳 是 呃只是宣告了普通犯规啊 罚两次 但是王兴凯这个状态肯定罚不了蓝了 得换其他队员罚了 看来还在上 呦还能罚 坐了一会儿 对 磕一下之后懵了 后脑勺磕一下其实挺危险的 挺晕的 这个罚球 哇 看看王兴凯能不能罚劲啊 厉害 就是对于教练员来说 你在场上打得好与不好 这个我们可以来研究来探讨 让王兴凯的这种比赛的气质 嗯啊 对于张明志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是 所以还有很多年纪学员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 嗯 对张明池 对之前啊 这个坐在篮板下面玩手机的汤杰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范围 上线 又是个大功能 又是个大功能 就三到四次传球出来大功能 北京队 北京队91分 但是他们让广东队到现在得了不到70分 就你让广东队得分不到70分 嗯 这太难了 广东队他发挥稍微好一点的比赛 半场65分 对 对吧 这个像我们在今天赛前的这种预测 北京队今天需要的是在场上要有超长的发挥 而且上场比赛以他们的三分球的这种命中 作为第一个超长的点 再到他们的两大中锋在场上建立了绝对优势 最终把整场比赛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而且呢 在关键期 在第三节的最后三分钟 第四节的前两分钟 那一颗定盘心啊 是方硕 今天这动作干嘛呢 昨天呢就自己忙活呗 哎 最后呢这个左手都太大 光什么真是的 被判了一个进攻犯规 你这个动作保护好球就好啊 不要做这么大幅度的这种身体的动作 广东队啊 应该还会再攻一个 投不进 比赛结束 91比67 今天的北京手钢 在面对广东管大义的本赛季首回合精烈大战当中 赢了对面整整24分 这是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差距 甚至我们退一步说 在赛前想到广东队会大胜的人 也会远远多于想到北京队会大胜的人 这是一支在此前遭遇了三连败 本赛季仅仅赢了五场球 输给过联赛榜伟集团福建队的这样一支球队 但今天北京队赢了未免冠军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场比赛的数据 北京队赢对手17个篮板球 比对手是多进了7个三分 在今天的失误控制方面 北京队做的也不错 广东队全场比赛三分球20% 罚球60% 60多 然后两分球30% 太糟了 范子明今天20加10 五个助攻一个抢断 70%不到一点的命中率 本场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当之无愧 全场比赛结束 欢迎回到演播室 那么整场比赛看下来呢 确实是北京这边发挥的非常出色 以24分的领先拿下了这场今月大战的胜利 怎么说呢 其实我刚刚有认真在听两位老师 去对于这场比赛作为解说嘛 那我觉得广东队这边 确实需要调整的地方非常多 包括节奏也被打乱了 然后防守强度也没有跟上来 像刚两位老师说到 有些球员在进攻的时候 他的那个都没有贴上去 所以其实两队之间 要作为挑战的地方 还有非常的多 那么两位老师 对本场比赛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们首先要确认的是 这场比赛 它不是这个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广东队今天这场比赛 迎来了一场 我们不能叫史诗级的大败 而是罕见的大败 对吧 这场大败这并不会影响 在这个赛季当中 其他的第三方包括各路豪强 对于广东队依然是本赛季 冠军争夺最大的机会拥有者 这样一个评判 但是今天对于广东队来说 我觉得比赛里面暴露出了几个明显的问题 第一个 当他投不进三分球的时候 这个球队的进攻当中 他怎么样寻找第二个有力的阵地进攻点 第二个 在他没有外援的时候 他的国内球员 他的赵锐和胡铭轩 是否足以支撑他的进攻的这种爆点 那么第三个他的体能状况 这种体能低迷还要再维持多久 对 因为这个比赛 我们说赛前 我们说北京 广东的那种较量 肯定是受人注目的 为什么受人注目 因为胜负难料 我们说近年来广东队都占优势 但是赢的都不轻松 所以这场比赛受人注目 广东队输球 我相信 不是说他没有可能输球 但是用这样的方式输球 这个是令很多球迷意外的 是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广东队在 刚才庄老师所提到 广东队如果说三分不开 如果说速度起不来怎么办 其实我们可能要去另外一个角度去想 广东队如何能够打出他们的速度跟节奏 如何能够提升他们的投篮命中率 其实在今天广东队阶段性的 在第三阶阶段性的 他有一段打出来 那个阶段怎么打出来 还是一个防守强度 所以赛前我都说 广东队今天是否能够赢球 关键是在于防守 今天其实北京队他们打的进攻 正常就是在他们的整个的一个节奏里面 他打的特别的舒服 91分的得分 你说他得分高吗 不高 因为如果得分要高 必定是打多回合数 你得分就高了 但是北京队他一定把这个回合数 牢牢掐死 就是一旦广东队打出一个反击 啪就叫暂停 我绝对不让你起诉 我得91分够了 我就不让你得分 对吧 所以北京队今天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进攻 梳理得非常的协调 广东队的防守没有给强度 让北京队进攻太舒服了 要怎么打就怎么打 内线出机会外线出控 广东队的防守强度 以往我们所熟悉的广东队全场的防守强度不见了 是 那你防守防不好 带动不了自己的进攻 所以你要跟北京队打阵地战 打攻坚战 这明显的这是北京队的强项 没错 今天作为这样一个此消彼长 这个分拆的差距就出来了 北京队今天把自己的强项用到了极致 他们在场上拥有内线的绝对的高度优势 虽然广东队内线能打的人非常多 但是呢 各有各的问题 阿联的这个商与付出的问题 曾凡日的身高的问题 对吧 苏伟的年龄和运动机能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北京队今天两大中锋全部发挥 那么这两个中锋的发挥 同时也给自己的外线形成了大量的机会 今天北京队的三分球远远的高于 他们平时在比赛当中排在联盟中游 第十一 第十二名的一个三分球运动率 投中个数也已经是早早的超越了他们的场均七个 而且今天对于北京队来说 在关键七 关键球的时候 他们以往在关键七的一大球队的定盘星 方硕今天有好的发挥 虽然整场你可能48分钟你看方硕 不一定每个球都发挥的那么好 但是就那一段时间够了 所以今天的这支北京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 他们在后续比赛当中可能会存在的这种竞争力 现在我们就把北京队定在了第二个 第二集团甚至第二集团靠后 这样一种判断真的准确吗 这场比赛之后 有很多人也许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现在在场边呢 前方我们咪咕视频的特派记者丁丁 已经在场边请来了 本场最佳球员范子明 来 听听丁丁在赛后和范子明聊些什么 好的 主持人 那我们在现场呢 是请到了北京队队的球员范子明 小范 你好 你好 其实这场比赛 我们看到我们的防守 包括蓝秒做得很好 先评价下这场比赛吧 这场比赛对从分数上就能看出来吧 我们这场球限制对方限制的比较好 对 我们防守端 根据对方特点 我们也限制的比较好 其实在上一场打了两架势之后 在体能和心态上是做了怎么样的调整的 到今天这场比赛可能一上来打的比较好 确实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上场比赛之后 心里就感觉老憋着一口气 因为确实上场比赛有很多很多在后面的环节 哪怕再做好一点点我们就能拿下比赛 但是最后打了两个加时输了 所以说这两天确实心里也憋了一口气 然后所以我觉得当心里有东西的时候 可能身体上的一些疲劳就会忘掉 欲强则强是不是也逼出了北京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吗 我觉得这个一直以来是北京一个好的传统 特别是对这种强队 当然我也希望像上一场这种经验教训 我们以后能真正的吸取 无论是对强队对弱队 我们要保持一个我们自己稳定的一个状态 看起来说再次在场上跟连哥交手怎么样的感觉 就上场对位的第一秒就心里想 不知道以后还有多少机会吧 所以还是当然就一闪而过吧 这个想法然后就专注于比赛了 好 接受我们采访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主持人 在比赛结束之后 范子平整个人显得还是有这种 完成一个重大任务之后的这种轻松 这种轻松本身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 我们也期待着他们在后续的比赛当中 还能够找回他们的状态 五胜四负 六胜四负 这一定不是北京队真实的水平 我们也来看一下本轮对阵 接下来其他比赛的情况 那么今天晚上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 另外一边的比赛 辽宁队是以117比89 兵不确认的战胜了自己的东北邻居吉林队 那么在明天我们也会看到四川队对阵深圳 同西对阵广州以及下午场的青岛对阵天津 广沙对阵宁波 晚场的上海对阵福建 新疆对阵北控的系列转播 CBA的第一阶段第十轮 我们今天的比赛转播完之后 明天也就还有一个比赛日到这个周末 差不多我们的比赛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阶段也就只剩下这一个礼拜了 第一阶段的比赛打得非常非常紧凑 小太阳怎么样也看得很过瘾吧 看得很过瘾 确实感受到了北京队的强劲 对了那么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坐着我们演播室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奔场比赛的全部内容了 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奔场比赛的陪伴 那么我们下场比赛再见吧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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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